第3701章小型集市 怎么惊动了如此多的星外来客 原来 这秘境之光要照星宇 至少附近几个星宇都可以看得清楚 大能们推算一下 发现是掩月秘境再次开启 便开启了传颂阵 将后人送到了天海星 因为天海星在远古时期便是一座大星 自然不乏跨星宇的传颂阵 只是后来天海星解体 等级一落千丈 所以便没有人再传颂过来 这传颂一次 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 便是圣地都会肉腾一下 可这次不同 掩月秘境直接关系到一位圣人的传承 便是化灵境的势力也会咬咬牙 将后被传颂过来 对于掩月秘境的了解 反倒是那些星外来客知道的更多 这每个万年才会开启一次 而准入的条件便是住基 住顶或以上也可以进入 但修为会被消到住基去 万年前 掩月秘境其实也开启过 但并没有人得到了圣人传承 这次掩月秘境即将开启 因此 那些知道掩月秘境的势力便第一时间将人送了过来 争夺机缘 圣人传承啊 谁能不心动 不过 因为传颂修为越高的人需要的代价就越大 反正教主及人物进入秘境也会被削弱修为 那这样的大人物来了又有什么意义 所以 他们只是送了小辈过来 并带上书信 让现在的天海星上也没有人敢不给他们面子 真要惹怒了他们 不惜代价传颂而至 天海星不是瞬间覆灭的份吗 之前天海星复苏 来了许多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 比如牛建华等人 还想在这里获得顶级助击神石 抢搏机缘 但相比之下 之前那拨人只能说是普通 真正的大教天才 会缺少这种低阶的材料吗 所以 直到这次牵涉到了圣人传承 终于有真正的天才过来了 据说 这次来的天才真的非凡 不乏三星天才 据说还有四星级别 十分惊人 因为进入秘境的基础要求就是助击 凌涵便把女皇虎妞她们先送回了帝都 那里是选北国的大本营 就目前来说 还没有人敢乱来 相当地安全 当凌涵回来的时候 她身边就只剩下碧霄公主和六娃了 碧霄公主迈进了助击 自然是要敬掩月秘境的 而六娃的隐身术有大妙用 便被凌涵留了下来 其余六娃则是在帝都保护女皇她们 唐云尔也留在了帝都 她已是被女皇的魅力征服 天天像个根屁虫四地黏着女皇 既然女皇不来 她自然懒得理会凌涵了 再说了 她也进不了秘境 众人都是在等待 既然秘境声光 说明开启的时间静了 有些人十分低调 就是在暗中等待 可有些人却是十分嚣张 他们出生于高等星体 背后有教主及 甚至尊者这样的大能 好来这么一个落后的星体 又怎么可能知道收敛 谁敢动他们 谁敢置他们 不怕他们身后的大佬 立刻通过传送阵过来 将天海星移为屏蔽吗 这几天 打架斗殴的事情层出不穷 也有八面玲珑的心外天才展开了宴会 广结人脉 为进入秘境做准备 向灵寒虽然是本土中的第一天才 却完全被人忽略了 在这么落后的星体上 能有什么天才 连最强者也不过是化灵敬 在这些心外天才看来 掩阅秘境中的圣人传承 完全是为他们所准备的 自己只需要进去 伸伸手 就能得到圣人传承了 而从秘境中出来 那才是难点 因为没有哪个势力 会让谁轻轻异地取走圣人传承 肯定会展开大战 大量的人员聚集 在这里要过的可能不是一天两天 因此 附近搭起了许多帐篷 还有的人就夸张了 空间法器中居然还装着小型的院子 往那一丢 俨然是当地人一般 人麻 各是各样的 哪怕天才 既有勤奋型的 也有随意型的 既有清心寡欲的 也有色欲熏心的 这部 最近总有女性遭人非礼的事情爆出 强暴还不止一个 闹得是人心惶惶 好多女性现在已经不敢出门了 人一多 此地还形成了一个小型的集市 毕竟每个星体都有特产 很少可以跨星域出售 这次乃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林涵和碧霄公主也十分感兴趣 便带着六娃去凑凑热闹 这东西倒是很多 而且也有不少好东西 可惜 都需要以到时进行交易 玉子根本没有人收 林涵身上就只有三块到十 但一星二星级别的材料倒是不少 之前她打劫了那么多人 收获自然不少 她也摆了一个地摊 碧霄公主则是流量担当 一个大美女总能吸引人的目光 果然 不断有人过来 但看过美女之后 大部分人也会顺便看看地摊上的货 看中了自然会出手 其实最好买的当然是银龙鱼 这种宝物乃是专属于圣地的 但银龙鱼就那么点 林涵又怎么可能拿出来呢 自己人都是分不过来 卖了一上午 林涵手里的道石也达到了数百之多 她决定先收摊 去看看有没有湖青木 将青木补灵丹给炼制出来 再配合银龙鱼的话 她的修为静静必然会有大提升 转了转 还真是让她找到了青湖木 年份很足 一根卖三十块到十 不过每次炼丹只需要十分之一 可以炼很多次 朋友 你买青湖木 是为了炼制青木补灵丹吗 那摊主问道 嗯 林涵点头 那摊主露出亚然之色 你会炼丹 略懂 林涵很谦虚 那你炼出青木补灵丹的话 能不能卖我几颗 那摊主说道 作为回报 我可以卖你年份更高的青湖木 林涵眼睛一亮 她当然对自己的炼丹能力充满了信心 若是有大量的青湖木供应 那她身边的人以后踏上仙徒 修炼速度就有保障了 一言为定 林涵复过道时 正要招呼碧霄公主走人 可左右看看 确实不见了这个妖族公主 咦 人呢 她不由奇怪 啊爹 那的猴子公主去那边了 说那边有人卖的一块石头很奇怪 她去看看 六娃说道 猴子公主 林涵不由好气又好笑 七个奶娃什么时候给碧霄公主起了这么一个外号 她抱着六娃 向着碧霄公主所在的地方走去 离她并不远 然而 还没有等她来到地方 却是听到了吵闹的声音 第三七七百零二章后庆白 滚开 碧霄公主的声音传来 好辣的美女 不过本嫂喜欢 另一个男子声音响起 显得十分的无赖 美女 以后跟着本嫂 想要什么 本嫂就给你买什么 都说了 滚开 碧霄公主再次喝道 语气中已是带着强烈的愤怒 则 这脸白嫩的 来 让哥哥摸一下 那男子又到 轰 战斗的声音响起 一股能量波也涌了过来 灵涵不由目光一立 这是有人在调戏碧霄公主 她对这个妖族公主虽然没有什么想法 可也没有让人欺负的道理 哈哈 果然是一朵带刺的玫瑰 哥哥喜欢 邓仆子 灵涵走了过去 只见碧霄公主正在与一名青山男子激战 那男子看上去约摸二十五六的模样 吊儿郎当的表情 出手更是下座 专盯着碧霄公主的脸 胸和大腿伸爪子 这让碧霄公主非常忌惮 她就算可以一级轰倒对方 也不愿冒着被对方碰到一下玉体的风险 她只能拉开距离 以尽力隔空轰击 但那青山男子却是步步紧逼 朝朝下流 让碧霄公主怒斥连 却又无可奈何 这说明 那青山男子虽然无耻 但实力却是很强 否则也不可能将碧霄公主逼得这么狼狈 现在这一批的新外来客 是来谋夺圣人传承的 别说教主尊者级的势力 便是圣地传人意会动心 能够掌握两门圣人绝学 这不是比一门强吗 所以 这一批年轻人的整体实力 要比之前的强出一大截 无论是境界还是天赋 灵寒自然看不下去 身形一跃 已是切到了碧霄公主 与青山男子的中间 滚开 青山男子眉头一皱 露出嫌雾之色 右手画掌对着林涵拍了过去 轰 竟有月上中天 普照万事的意象 林涵含了一声 腰喉拳发动 与对方应对一计 轰 青山男子脸色利变 不由腾腾腾地连连后退 直退了九步 他才拿稳了脚步 可一张脸却是憋得通红 挖地一下 他喷出了一口鲜血 咦 后庆白居然被人打伤了 边上立刻有人叫道 后庆白可是驻天机的二星天才 能够打败他的人 应该是驻疾鸡吧 那人应该是天海星的土著 我之前见过他的全席影像 好像叫林涵吧 与另一个天才红天部合称帝都双交 帝都双交 哈哈 真是笑死我了 区区土著也敢这么夸口 不要忘了 后庆白可是刚刚被他击败了 大概是驻疾鸡的一星天才吧 能够击败后庆白也不奇怪 原本众人并没有放在心上 都是个看个的祸 但后庆白居然被一名土著一拳轰飞 这自然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纷纷走了过来 咦 此人的生命气息并不是很强啊 有人感应了一下灵寒的生命波动 立刻露出了金融 好像只是驻人机 哈哈 这怎么可能呢 一个驻人机要打败驻天机的二星天才 那他的是什么战力 怎么也得是四星吧 四星 这么一个落后星体 可能吗 确实不可能 众人都是摇头 他们对天海星有一千个一万个看不起 自然不会相信灵寒是四星天才 这就好像有人说一个小心体上诞生了一位圣人 天大的笑话 后庆白斧了一下胸口 平复体内的难受 他双眼灼灼 盯着灵寒 你居然敢管本少的闲事 还敢打伤本少 真是胡得不耐烦了 灵寒双手赋于身后 淡淡道 跪下来 向我朋友认个错 我就饶你一命 哈哈 后庆白不由失笑 真是太荒谬了 一个土著居然敢让自己下跪求饶 小白脸 你根本不知道本少是谁吧 后庆白冷笑 他并不傻 在调戏碧萧公主之前已经查过对方的身份 毕竟这里极可能有真正的大教圣女 黄巢公主 那她就是找死了 可碧萧公主乃是土著 又能够有什么背景 她这才肆无忌惮 是碧萧公主为盘中餐 可谁料 又一个土著跳了出来 居然敢坏她的好事 甚至当众打伤了她 不能忍 本少后庆白 家父乃是欢灵教教主后龙生 小成静的大能 她傲然说道 小成静是什么修为 教主级的大能 只要出动一位这样的存在 就可以横扫天海星 一人正义星 别怪本少不给你活命的机会 后庆白淡淡说道 你跪下来 给本少跪上一百个响头 本少可以考虑饶你不死 这叫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你想让我跪 呵呵 我就让你跪断了骨头 听到后庆白这么说 四周的人都是暴凶冷笑 不管事情黑白曲直 同为星外来客 他们自然是站在后庆白一边的 一百个看不起土著 你看最强者也不过话临近 若抱了 让他们怎么重视的起来 若就要被打 就要被欺负 这是修炼界的铁律 没有人会同情弱者 强者可以为所欲为 林涵淡淡一笑 我的耐心有限 实数之内 你若不贵 我就杀你 她的语气十分平常 好像在说一件 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后庆白脸上挂不住了 林涵居然敢不卖自己的面子 她都已经揭开自己身份了 可恶 李这是非要找死了 后庆白冷笑 她在胸口轻轻一按 一道光滑涌过 密布于她的全身 顿时 她的身上已是多了一件绿色的战甲 这可是祥云战甲 可以提升一星的战力 她傲然说到 之前那一集中 林涵也不过比她强了一丢丢 绝没有一星那么大的差距 一二三 林涵则是输了起来 后庆白气炸 林涵这是完全没有将自己放在眼里 这个土著怎地那么可恶 我要将你碎尸万段 将你每一块血肉都拿去喂狗 她咬牙道 六七八 林涵继续输 众人不由都是笑了起来 这个土著可真是有个性 胆子大得很 这戏 有点好看了 第3703章一部城镇 有点意思 不远处 一名风神俊朗的年轻人笑道 空飞翼 你怎么看 她的边上也是一名年轻人 但相对于她的神采飞扬 那人简直就是一只病猫 脸色有些苍白 好像没有睡醒似的 懒洋洋地没有一点精神 这病猫年轻人半张着眼睛 瞄了一眼灵寒 道 助人机的修为 能够一级轰伤后清白 确实有点意思 想不想与她交交手 风神俊朗的年轻人怂恿到 空飞翼 呵呵一笑 第一 我懒 有打架的功夫 还不如多躺一会 第二 就算她是死心天才 毕竟只是助人机 又怎么可能是我的对手 我对欺负人没有兴趣 而要我压制修为的话 那我就更懒了 风神俊朗的年轻人大笑 你就不能改改你的懒病吗 不能 空飞翼摇头 杨远 你死了这条心吧 风神俊朗的年轻人 杨远不由摇摇头 空飞翼 你明明才二十多岁 却已经一副老头的模样 这要让你活到四五百岁的时候 恐怕你连修炼都是懒了吧 呵呵 对我真是了解 不愧是我的好机友 空飞翼笑道 算了 我也懒得说你 看戏吧 杨远无奈摇头 两人继续坐闭上关 另一边 后庆白一通嘴炮之后 终是怒不可遏 决定出手 除了大黑狗 恐怕没有谁受得了林涵的嘴弓 是死人不偿命的 我要你死 后庆白冲了过来 身上的战甲发光 给他加持了强大的力量 一拳轰出中 力量达到了助击机巅峰 恐怖无比 这带起了绚丽的光滑 身后则是留下了阴暴声 向着四周炸了过去 这样的一拳 便是普通的助击机也不敢应接 绝对会死人的 林涵当然不拒 但他却并没有应接 而是脚下魔洞 在有限的空间中绕了起来 这倒反而被众人视为理所当然 你要可以匹敌助击机巅峰的力量 就奇怪了 不过 九首必失 只要他被轰上一拳 那就拳盘皆输 有人坐着判断道 嗯 边上的人都是深表同意 必消公主就更加焦急了 他虽然知道林涵在 金元果会中一路杀进了十二强 实力惊人 但这一次跑过来的天才都太强了 林涵不一定可以讨到好处 现在见林涵只躲不攻 自然让他的心提了起来 认为林涵是不敌对方 或是他惹出来的 要是因此让林涵有个好歹 他会一辈子难安的 小子 你能躲到什么时候 后庆白冷笑 他的攻势更急 要以雷霆万军之势将林涵拿下 虽然他现在占据了绝对的上风 可这么久了还是没有将林涵拿下 让他有些脸上无光 所以 他一定要尽快拿下林涵 林涵已是绕着场地转了五圈 他摇了摇头 这要在战斗中部阵 难度果然大增啊 他淡淡道 我劝你最好不要再动了 你这是在求饶吗 后庆白大笑 但又怎么可能理会 继续向着林涵攻了过去 嗡 地上有一道道纹路发光 然后便见三十六道光柱齐齐射出 向着后庆白打了过去 啪啪啪啪 这些光打在了战甲上 传出了巨响 而后庆白也是脸色奏变 脚下亮呛 他退了三步后 羞羞羞 又是三十六道光柱打了过来 他大惊失色 却根本无法避闪 顿时被轰个正着 身形再次摇摇晃晃起来 不过 这次他终是知道 自己已经踏进了阵中 不能乱动 不然的话 后果很严重 他强行稳住了身形 但应领光柱的攻击 让他难受之极 顿时一口血喷了出来 这一幕 看得众人都是择舌 这家伙居然还是一个 镇师 呵呵 真是没有想到 还以为他死定了 没想到居然有这样的反转 一步成阵 这家伙在阵道上的天赋 真是惊人 这需要对于阵法 有着无比深刻的了解 才能一脚踩下 改变天地之势 虽然这家伙 极可能只是人 极下品阵师 但能够一步成阵 这说明了他的天赋之高 前途 不可限量 众人默不点头 对灵涵刮目相看 哪怕灵涵拥有极高的武道天赋 甚至是三星 四星天才 对于这些大教传人来说 那也顶多让他们多看一眼 但是 镇道天才就不同了 与丹道一样 镇师的数量也相当有限 而能够称为天才的更是少的可怜 若有这样的人相助 以后去古迹冒险就会容易很多 不但提升了安全系数 而且还能深入一些原本不能到达的地方 一下子 灵涵的价值拔高了无数倍 灵涵当然是故意的 他不可能一直留在天海星 总得闯入星辰大海 需要一定的人脉 后庆白又是愤怒又是郁闷 没想到 你竟是一名镇师 如果早知如此的话 他是万万不可能与灵涵在一个区域内战斗的 结果被对方生生困住 不过 即使他早知道灵涵是镇师 也不可能想到灵涵的天赋 居然达到了一步城镇的地步 这简直夸张 少说废话 灵涵淡淡道 跪下道歉 否则 你就一辈子待在里面吧 这当然是夸张了 以他的镇道实力只能短暂地改变天地大势 顶多五分钟 这里就会恢复正常 可后庆白并不知道 他完全被一步城镇给吓住了 你敢 他力声道 自己可是教主级的大能后代 让他当众跪下道歉 开玩笑了 赤妈 灵涵一笑 提脚一踩 嗡 原本暗蔑的纹路立刻又发光了 羞羞羞 三十六道光柱骑射 你以为 站在镇中不动就没事了 天真 他可是镇师 镇师就在边上 难道还不能操控阵法吗 五 后庆白发出门横 竭力躲闪着 可光柱的速度太快 他又哪里躲得掉 光柱骑轰之下 便是那战甲也无法护得住他 五轮轰射之后 啪 战甲崩碎 八 后庆白发出惨叫 但好消息是 他终于冲出了阵法 第3704章杀法果断 后庆白只觉眼前一黑 面前已是出现了一道人影 林涵 他想要出手攻击 可手才一抬 他就发出痛恨 战甲破坏 他也被光柱打到 受了重创 哪还有什么力量 林涵一巴掌拍过 啪 后庆白便被抽翻在地 众人都是唏嘘 这就是镇师的实力啊 绝对不能小看了 你看 不费吹灰之力 一名二星天才就被干翻 而这还是林涵临时布置的阵法 若是给他足够的时间去准备 那就是面对十个 甚至一百个后庆白 恐怕林涵也是胜利的一方吧 想想那些古迹就知道了 其实都有阵法的存在 困住了多少人 想到这里 众人都是双眼放光 更加坚定了结交林涵的想法 林涵也是心中鸡跳 他看到了另一条路 震道若是研究到绝颠 是不是连圣人亦能图知 当然了 这不知道有多少路要走 会下道歉 否则死 他冷冷说道 既然话出口了 那自然要说到做到 后庆白昂着脖子 众目睽睽之下 他怎么可能下跪 他冷笑 道 你敢杀我吗 我若死了 我的本命灵牌会立刻破碎 我父亲也会即刻收到消息 到时候 他老人家杀过来 别说你了 整个天海星都要为我陪葬 杀啊 你倒是杀啊 林涵目光一力 他最不受的就是威胁 教主及大能又如何 大不了用天道火烧了 反正他还有八次使用的机会呢 就是有一点比较麻烦 他若是在动用天道火 即可能将金元圣地给吸收了过来 只要对方比较一下 便会发现两种火焰同出一脉 自然而然 他是火烧圣地的真正凶手就会曝光了 但 那又如何 成全你 林涵冷然说道 杀气涌动如寒冰 众人都是呲牙 这家伙也太杀法果断了吧 连教主及大能的子嗣也是说杀就杀 林兄 手下留情 立刻有人站出来打圆场 后庆白说得不错 若是有教主及大能道部 这里将生灵涂炭 哪怕林兄你有办法逃得了 这里的人又何其无辜 那是一个绿发青年 眼珠子好像小太阳四地发光 也不知道是出身一族 还是天生神体 他向着林涵笑了笑 在下成飞 其实与后庆白并不认识 所以林兄莫要以为我是在替他说话 不错 林兄还有光明无限的虔诚 没必要断送在这里 又有人劝道 必消公主也走了上来 道 算了 后庆白 快向这位姑娘道个歉 成飞向后庆白喝道 后庆白脸色煞白 他刚才真是被林涵吓到了 对方的杀意如铁如兵 无比坚定又森寒入骨 让他意识到林涵绝非吓吓他而已 而是真的敢出手 这么一想 他就耸了 为了与一个土著争议时之戏 他居然要送掉自己的性命 当然不划算了 因此 他向着必消公主道 对不起 是我唐突了 他发誓 一定要讨回这个场子 日后他会让林涵跪在自己面前 生不如死 而他则会把必消公主玩弄致死 一对贱人 居然敢羞辱他 必消公主连忙对林涵道 算了 算了 他已经道歉了 他是真的担心林涵 不想他出任何的事情 反正林涵已经为他挺身而出 让他心里甜甜的 就在众人以为林涵要收手的时候 却见林涵抬起脚 猛地就是踹了出去 啪 后庆白便趴到了地上 林涵走了过去 将他的上身搬了起来 这下 后庆白就成了跪姿 除了让你跪下道歉 你没有听清楚吗 他在后庆白的耳边低声说道 右手则是捏着对方的脖子 你可以试试我的胆量 看我敢不敢杀你 可怕的寒意顿时袭便全身 后庆白不由自主地哆嗦起来 这杀意如领 植入他的心灵 他不敢是 刚才已经被林涵的杀意吓到了 这家伙真不能以常理来衡量 说不定就下手了 反正已经被摆出了下跪的姿势 也不差再说一句了吧 对对不起 我错了 他再次向比消公主说道 脸色长得通红 当众下跪道歉 作为堂堂教主之子 他情何以堪 真是丢人丢到外星去了 滚 林涵随手一挥 将后庆白丢了出去 一时之间 众人都是无言 这家伙也太固执了吧 说要让人下跪道歉 就一定要让人下跪 光道歉都是无用 投铁 真是投太铁了 可有些人却是看到了 这背后更深的东西 那就是林涵的决心 不达目的 绝不甘休 绝不妥协 这放在武道上的话 是一种无比宝贵的品质 遇到任何艰难困苦也不会放弃 撞了南墙也不会回头 而是要生生将墙撞穿 要么把自己撞死在那 难怪这家伙如此年轻 就能一步成阵 有这份恒心毅力 再加上足够的天赋 没有如此成就 才是多多怪事了 林兄 在下苏菲郎 想与你交个朋友 在下张伯明 见过林兄 在下 众人都是围了上来 想与林涵结交 这是一位正道天才 未来的正道宗师 绝对值得一交 至于得罪了后庆白 呵呵 他们可都是教主及甚至尊者及强者的后代传人 又会害怕吗 林涵也变得热情起来 与众人一一打过招呼 这些人在他日后进入新雨之后 都可能成为他的人脉 所以他也不介意多交几个朋友 出了好一会之后 他这才对碧霄公主道 走 回去 碧霄公主的脑海中物资 还充满着林涵强迫后庆白 跪下的一幕 他的芳心激荡 这个男人为了给他出气 连教主及大能的儿子也是说揍就揍 更是强行逼其低头跪下道歉 他能不敢动吗 这一刻 他真的愿意给林涵生猴子 嗯 确实是猴子 没有多久 两人就回到了营地 林涵开始摆设阵法 准备炼制轻木骨灵丹 如果他不是阵师的话 就需要先去购买相应的阵机 然后请阵师给他布置阵法 现在就不用如此麻烦了 林涵自己就是阵师 一人包拳 开始了 第3705章炼制轻木骨灵丹 千极丹药的炼制药复杂一些 光是阵法不够 还要用到丹炉 非常重要 因为丹炉的好坏 也会影响到承担的品质 林涵现在手里没有好的丹炉 只能以混沌集雷塔来替代 丹炉为什么那么重要 是因为丹炉与丹师来说 就是一件法器 会融入一丝神魂 因此 对于能量的变化会无比敏感 而炼丹其实就是以能量去抽取药性 引导药性 融合药性 对能量越是敏感 那炼承担药的几率当然越高 承担的品质也会越高 混沌集雷塔就是林涵的法器 这是母精所著 可以称得上世间最强的丹炉了吧 林涵启动阵法 轰 天地之力滚滚扬动 混沌集雷塔轻轻沉浮 在林涵的引导之力 将天地之力抽取进了第九层塔身中 现在也只有这里是空的 可以当成单路空间 林涵通过那一丝神魂进行微调 改变着进入混沌集雷塔的能量强弱类别 修修修 一份份材料丢出 被混沌集雷塔吸收了进去 林涵进行着精确的操控 亦是化成细丝 无为不查 炼制正在有条不问地进行着 而用混沌集雷塔炼丹 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不会暴炉 最多就是把药炼砸了 浪费一份材料而已 三个小时过去 林涵不由皱眉 他失败了 堂堂丹到帝王 居然会失败 林涵回忆着整个过程 点了点头 药方是死的 但材料的年份却不可能完全符合药方 所以需要进行微调 这是我的失误 他重新开始 又是三个小时之后 林涵露出笑容 成了 他心念一动 修修修 混沌集雷塔中就飞出了七颗青色的丹药来 承担的品质 上品 林涵哈哈大笑 第二次就练至成功 而且还达到了上品 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再练几次的话 我一定可以达到极品品质 但两次练丹下来 林涵的精神力消耗也很大 无法再继续下去 他便先休息 明天再来 他可不是小气之人 将青木骨灵丹各分了必消公主和六娃两颗 这一天只能十服一颗 毕竟是要 有一定的毒性 多服的话不但对修炼武艺 还会积累下单独 到了一定程度时 便是圣人来了也就不回来 不过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说 这个问题是不存在 谁这么财大气粗 可以天天吃青木骨灵丹还有多余的 必消公主自然惊喜无比 这青木骨灵丹无比珍贵 天海心上根本无人可以炼制 但想了想 他还是收了下来 那的 反正欠了太多的债 就用肉肠吧 他在心中说道 脸上则是红扑扑的 娇羞无比 六娃却不要 他道 阿爹 我们比较特殊 什么仙药都对我们没有效果 咦 难道你们是葫芦藤上长出来的 所以不吃素 好吧 林涵点点头 他对奶娃们十分信任 也相信他们的特殊性 既然六娃说青木骨灵丹对他没有效果 那就肯定没有效果 林涵将丹药收了起来 这玩意应该是助基镜最实用的丹药之一了 现在这里的助基镜其多 应该有着广阔的市场 卖出大价钱 而且 他还答应了那名摊主 练出了青木骨灵丹会卖他一份 以换取对方更多的青虎木 但道用十方恨少啊 林涵感叹着道 第二天清晨 太阳出生 林涵先吞下了一颗青木骨灵丹 这才开始修炼 这样的话 可以将丹药的效果最大化 通 在大日连花绝的引导下 天地之力涌进了林涵的体内 他周身翘穴打开 那可是360个 要比最弱的助基镜多出了整整十倍 修炼速度自然也差了整整十倍 另外 他的体内还有两股神秘的力量在作用 源源不断地化为他可以吸收的蜜力 壮大着仙道基石 这自然是刚刚服下去的青木骨灵丹 和更早之前吃下去的银龙鱼 银龙鱼的特性就是效果不会历险 而是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发挥出来 尤其是青木骨灵丹 效果十分明显 林涵可以清楚地感觉到 他的静静要比昨天快了一大截 我不知道助人机的极限 所以也无法揣度自己的静静 到底有没有跨境助人机的中期 林涵摸了摸下巴 算了 不管他了 反正只要修到静无可静 那就是助人机的巅峰 他先练了一炉丹 这次还是上品品质 并没有跃境极品去 但承担的丹数却是达到了八枚 意味着林涵在练至青木骨灵丹上 其实是有了进步 只是过了一个晚上 多练了一炉而已 他就取得了这样的进步 丹到帝王之名绝非吹嘘来的 不过 精神力也耗得差不多了 林涵可不想把自己累得太惨 因此 他并没有再练第二炉 他去了集市 找到了昨天的那名摊主 咦 老兄是你啊 那摊主笑道 怎么 把材料都炼废了 又要补充 林涵哈哈一笑 取出一只丹瓶逼过去 咦 你成功了 那摊主将姓江仪 取过丹瓶之后 他把筛子打开 然后一看 不由脸上动容 他当然吃过青木骨灵丹 对此当然不陌生 这绝对是真品 而且品质不凡 李真的成功了 那摊主吃惊地看着林涵 就一天而已 就练出来了 于大部分丹师来说 石炉丹要能成一炉已经不错了 所以他虽然卖了林涵一段青虎木 可并不以为林涵真能练出东西来 至少没有这么快 可林涵却偏偏成功了 而且承担的品质还那么高 不可思议 真是不可思议 在下林涵 交个朋友吧 那摊主说道 林涵 林涵也微笑 向着对方伸出了手 林涵与林涵握了下手 道 在下来自横明星 又被称为药元星 我们那里的天地特别适合种植仙药 许多在别的心体肿不活的仙药 都能在药元星活下来 而且长得好 长得快 嘿嘿 这次我过来 其实卖药材是真 去秘境只是顺便 不 还真是实诚 第3706章星际网路 林涵与林涵聊了好一会 对方果然守信 又拿出了几节胡青木卖给了林涵 年份要远远高于之前那一节 而价钱确实相当地公道 两人达成了约定 林涵卖给林涵多少根胡青木 林涵就要卖相同数量的青木补林单给林涵 看起来林涵赚大了 可他是单道帝王 承担率超乎想象 与一般的丹师来说 这样的要求已经很高了 林涵了解到 药元星上的人大多是药农 可丹师却是一个也没有 所以出产的药材只能出售 而无法自己炼丹 他们虽然是丹药产业的上游 可赚取到的利润却不多 大头都是被丹师购药团拿去了 没办法 药元星周围新体的购药团联手拼命压价 导致原材料的价格就是卖不高 你们不会自己把药材运出去吗 林涵问 想是想过 而且也尝试过 林涵摇头 可我们的心体外面有星际海盗 把我们的货物都是抢去了 结果更糟 林涵不有冷笑 什么星际海盗 八成是那些购药团假扮的 唉 林涵叹气 没办法 我们药元星虽然适合药材的生长 确实不适合舞者的成长 出不了什么高手 所以就只能任人宰割了 林涵点点头 那你这次出来 一是卖药 二是想要变强了 如果我日后能够成为教主级 倒要看看 谁还敢欺负我们药元星 林涵愤愤说道 林涵顿了一下 到以后我每次可以卖你两颗青木骨灵丹 真的 林涵眼睛一亮 真的 林涵点头 谢谢你 不用 我又不是送你丹药 收钱的 哈哈 林涵拍了拍林涵的肩 青木骨灵丹一直是有价无市 除了大娇的盗子圣女之外 其他传人也甚少可以服用 林涵多卖一颗青木骨灵丹给他 这是一份很大的人情 他没有多说什么感谢的话 而是藏在了心中 日后定会有回报 林涵多拿出一颗青木骨灵丹对他来说也没有什么 只要有足够的青糊木供应 他这个丹到帝王还怕没有要吃 而且 人家可是出生于药元星 肯定有管道获得大量的珍贵药材 这个人脉对他来说无比的实用 林涵回到自己的帐篷处 只见已经有许多人在等着他 想要与他进一步联络感情 一名正法天才真是太值得交好了 林涵也看人 如果与对方谈得来 他就多说几句 如果谈不来 他也不会去故意的罪对方 只是懒得应付而已 话一少 对方也心里有数 不会自讨没趣 几天之后 有人发出悬赏 谁要能够杀了林涵 便可以得到一千到十 林涵收到消息之后 觉得十分亚然 这悬赏怎么领啊 连发出悬赏的人是谁也不知道 你居然好奇这个 必消公主有些哭笑不得 你不应该更加关心是谁发出的悬赏 怎么应付可能出现的杀手吗 林涵微微一笑 八成是后庆白发出的悬赏 我在想 别人真要得手了 去找他领悬赏 他拍拍屁股不认账怎么办 必消公主只有无语的份 林涵很快就知道 这样的悬赏并非是个玩笑 心语虽然大 但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 除了无尽遥远处的宇宙边缘 其实整个世界都已经联系了起来 星体内部是通过曼星藤 而星体与星体之间 则是通过空间节点 在五道正常发展的星体上 许多人都会购买连接器 接入庞大的星际网路 及时了解星雨中发生的大事 据说 这个星际网路是远古时期的 一位祖王所构建 以大法力开辟了一个个空间节点 星际网路构建起来后 也产生了一种虚拟货币 变为宇宙币 宇宙币与道石挂钩 一比一兑换 而宇宙币的稳定性则由构建星际网路的祖王势力维持 他们手中掌握着大量的道石 保证宇宙币一定可以兑换成道石 有了这样的基础 跨星交易就成为了可能 对凌寒的悬赏便是发布在星际网路上的 谁要杀了凌寒 将凌寒的死亡影像上传 被这个平台认可 并可以将悬赏者事先划去的一千宇宙币直接打入账 之前选北国的网际平台就是星际网路的雏形 只是当时没有曼星藤 必须借助卫星光缆 陈丰严作为两千多年前的古人 他肯定是知道星际网路的 咦 居然还有这样的好东西 凌寒惊讶 可惜他并没有连接器 无法连上星际网路 不过 这里的星外来客很多 他可以借用 凌寒用别人的连接器登上星际网路 顿时 一个无比广阔的世界呈现在了他的面前 在此之前 他就好像是井底之蛙 能够接触到的东西无比平级 嘿嘿 只要有足够的宇宙币 还能购买功法单方正法 凌寒点点头 想要获得宇宙币 最快的做法就是冲到时 很多星体上都有长家设立的冲 充值点 长家就是构建星际网路的那位元祖王的后裔 掌握着这么一个庞大的网路 无数年下来 长家的财力 势力肯定强大到恐怖的地步 可惜的是 即使掌握了这么惊人的资源 长家也没能走出来第二尊祖王 地路之难 可想而知 不过 一来我手里的道士有限 二来天海心上也没有充值点 那么 只能先赚宇宙币了 我可以拍卖青木补林丹 让别人通过星际网路转账给我 哦 难怪之前我卖材料的时候 还有人问我要账号 我没有账号 但林寻应该有 就先把钱放在他哪里 嗯 明天就去问问他 他的账号叫什么 林寒扫了一下 单方非常贵 先级单方最便宜的也要500到10 而且 单方还具有唯一性 也就是说 你得到一张新单方后 可以在星际平台上申请专利 别人哪怕从你手中买下了这张单方 也不允许再在星际网路上进行出售 功法证法同样如此 尽可能逼保护原创者的劳动成果 当然了 于常家来说 他们就可以禁阅天下功法 单方证法 完全不用付出一丁点的代价 所以 常家想不强大都难 第3707章超级天才 作用这么多的资源 会没有人眼红吗 肯定有 但常家是什么存在 出过祖王 有祖器坐镇 可保一万年的气韵 大帝不出 祖器便是无敌的 连圣人亦要低头 常家荡然万古长青了 在大帝这个圈子里 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只要帝集势力别自己做死 去惹怒一位现存的大帝 那大帝也不会去故意针对 因为大帝亦非万古不灭 难道不担心自己死了之后 有大帝同样灭掉自己的势力吗 另一方面 这也是对前人的尊重 能够成为大帝者 哪一个不是风采卓越 举世无双 一个时代就只能出一个啊 林涵感开了一番 又开始搜找起来 然后发现了另一条财路 那就是打擂台 赌斗 在星际网路中 可以让两个人的意识化形 进行战斗 可以是同境界一样 可以是相差几个境界的战斗 可以是一对一 可以是一对多也可以是多对多方式多样 任均选择 这叫星网竞技场 在这里你可以与人约斗 可以下赌注 也可以不下赌注 但是使用星网竞技场就得给钱 每次是零点一个宇宙币 不赌斗的话也可以打排位战 若能够在某个境界打进前一千名 那就是全宇宙公认的天才 因为接入这个网路的便几乎是全宇宙的人 能够在这么庞大的舞者技术中排到前一千 那平均下来的话 一个星域都是出不了一个 就拿天海星所属的半马星域来说吧 便没有一个人进入任何一张榜单 注基榜 注顶榜 升单榜等等 全部为零 所以就整个星域而言 半马星域绝对排不上号 高境界没有超级强者 而低境界也没有经验爵士的后起之秀 可以撑起未来的天空 若是能够打进排行榜的话 比如注基 立刻就能得到一千宇宙币 而接下来的每一年 平台独发放一千到十作为奖励 要出榜的话 那自然没了 于超级天才来说 一千到十自然不算什么 但关键是排名本身 这是一种巨大的荣耀 除此之外 还有各种记录 要能打破的话 同样可以得到宇宙币的奖励 而这样的荣耀则是更加夺目 因为上排行榜的人多的是 可记录保持者呢 每一项都只有一个名字 没有第二名的 但是 经历了这么多年 记录也是越来越难破 这意味着要超越以前几亿年 甚至几百亿年的所有天才 你说 破记录是多么困难的事情 可惊人的是 现在注击镜中 偏偏还真有人捋破记录 而且不是一个 乃是三个 不可思议之极 这三人都没有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 也没有曝露真实面目 而是以代号出现 一个叫破天 一个叫十一 还有一个则叫万道 都很狂 不过 这三人连是男是女 什么年龄 什么修为意不知道 因为就算是圣人 也可以去破注击的记录 反正星际网路会压制修为 这是祖王手段 圣人亦要遵知 经历了万古 每一项记录都应该是牢不可破了 能够破掉任何一个都可以震动宇宙四方 可现在这样的绝顶天才 居然一口气跑出来三个 林涵突然起了强烈的兴趣 想要与这三人打上一架 到底谁才是注击中的第一强者 可惜他现在是借用的连接器 而且他就算是去破记录也会用代号 不想成为众矢之地 能够破记录的天才 恐怕便是地级势力也会招揽吧 那碰上霸道点的 遭到拒绝便要出手抹去 这不是白白给自己找麻烦吗 所以林涵肯定先得去弄一个属于自己的连接器 他把连接器还给了人家 第二天便回了趟帝都 让唐云尔跑上一趟 帮他买一个连接器 咦 丑八怪你也知道连接器了 小罗莉舔着奶糖道 可惜 人家还小 境界不够 念力还不够强大 用不了连接器 林涵的脸色一黑 我什么时候成丑八怪了 跟乱星姐姐一比 你自然是丑八怪啊 唐云尔理直气壮地道 哎 像你这么丑怎么配得上乱星姐姐 我要是你的话 就一头撞死了 免得玷污了乱星姐姐 少废话 给我跑腿去 林涵没好气地道 原本他还有些过意不去 要让小丫头跑上几个月的时间 可现在他只有抽着丫头屁股的恼火 人家才不去里 要陪着姐姐大人 小罗莉哼了一声 他才不怕林喊力 立刻去 吕黄的声音传来 是的 姐姐大人 小罗莉立刻站了起来 不要太听话 威慑这些熊孩子 还得女皇 你看 连七个奶娃都是对女皇十分听话 当然了 她们和虎妞更加玩得来 毕竟是一个年龄层次的 林涵不放心 让二娃跟着唐云尔一起去 反正奶娃们不需要修炼 在星海中穿梭也不担心浪费时间 她回到了掩月秘境的入口 继续等待着秘境的开启 每过去一天 林涵就会多练出一炉青木骨灵丹来 几天下来 她手里也有了不少存货 考虑到自己的贫穷问题 她便让林寻帮忙卖掉几颗 一颗十块到原石 拿出来就被抢光 让林涵感慨 稀缺品还是用拍卖的方式最能体现出价值来 这几天 她成为新外来客的座上宾 每天都有人请她去赴宴 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当掩月秘境开启之后 希望林涵可以加入他们的队伍 林涵可没有兴趣与任何人组队 她都是婉言谢绝 但表示进入秘境之后 有机会的话可以合作 并没有将话说死 针对林涵的刺杀并没有展开 因为五大话林境都是发话 严禁这里发生见血的战斗 杀死人当然是更加不允的 目前还没有人敢顶风作案 但一旦秘境开放 那情况就不一样了 哪怕是画林真君也管不到那里面去 对此 林涵确实毫不在意 同街一战 谁杀谁 反正死的肯定不会是她 她可不借一借这个机会扮猪吃虎 反过来发笔横财 第3708张演员秘境开启 不过 那些心外天才跑到这里来 花费了巨大的代价 可不是为了做生意 只是正好手里有些用不着的宝物 借着这个机会交换一下 因此 没过几天 即使便冷清了下来 逛得的人多 卖得人少 到后来就几乎都是看客了 林涵也收摊了 她打算将药材就卖给林涵 因为她看到了林涵在丹道上的天才 虽然对方现在只会炼制一种丹药 但前途绝对无量 可以长期合作 最重要的早 林涵也相信林涵的人品 掩月秘境迟迟不开 可该来的人都已经来了 漠不在附近闲等 有些人没有什么耐心 天天打架姿势 幸好还是碍于几个化灵真君的威严 终是不敢杀人 就在林涵以为她会等到 唐云而回来的时候 掩月秘境却是突然开启了 没有一点征兆 月华喷涌 有若天拳 众人纷纷跑出来看 只见之前喷射光柱的地方 已经被无尽的月华包裹 时不时就向着周围喷涌而出 瑰丽而又壮观 掩月秘境开启了 咻 一道人影飞至 暴力于天空之中 散发着强大的气息 九龄真君 咻咻咻 更多的人影飞掠过来 但能够净利于天空中的人 就少得可怜了 这要求至少生单静的修为 而天海星的土著 就只有陈锋炎达到了标准 其他的都是来自囚龙 问题是 囚龙再大 又能有多少人呢 所以 现在利于天空中的 也就几百号人 相比于其他星体 动不动就几万的数量 自然少得可怜 难怪那些星外来客 看不起天海星 从实力来看 天海星弱爆了 好好努力 去吧 遇困难不得退缩 去勇往直前 那些强者们都是吩咐 起自己的传人来 甚少有人说要多加小心 而是鼓励他们去冒险 为了圣人传承 难道不应该吗 这时 为了抓紧时间 众人纷纷进入了 那月华笼罩的地方 林涵手里抱着六娃 也向着那里走去 碧霄公主则是紧紧地 跟在她的后面 她可以明显地感觉到 有许多人的目光正盯在自己的身上 有些还很隐晦 有些则是毫不掩饰地散发着杀意 这些人未必将一千道石放在心上 但秘境之中夺宝杀人 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 所以 他们消灭一个竞争者 顺便赚点道石 何乐而不为呢 毕竟 这次仍是没有道子 圣女级别的天才过来 哪怕是大交的重点传人 所得的修炼资源意识有限 一千道石相对来说 还是很可观的财富 至于为什么没有道子 圣女级别的天才过来 难道是因为那些大教 其实并不看好他们能有收获 也是 这个秘境存在了几十几百万年 以前肯定有真正的天才来过 他们皆是没有通关 久而久之 那些大教便也懒得再让顶级天才来浪费时间了 于是 这些次一点的天才便取而代之 得不到圣人传承不要紧 至少也能历练一番 真是如此吗 林涵在心中说道 脚下却是丝毫不慢 在古迹之中 他不怕任何人针对自己 大不了就是干架 说到干架 同阶之中他怕着谁来 当林涵进入纳月华之中后 一股神秘的力量涌动 其为致好 嗯 这是传颂之力 林涵现在深袭阵法 虽然能够摆出的阵法数量有限 但是对于阵法已经不乏了解了 判断一下阵法的类型自然一点难度也没有 这个秘境绝不在地底 甚至不在天海星上 而是古天海星的碎片上 林涵在走几步 漫天月华已是消失 只见前方出现了一片荒原 而抬头看 星空都是不同的 果然 这绝非天海星 不然的话 星体的位置不可能出现如此巨大的偏差 咦 这里哪里 碧霄公主也走了进来 她亚然看着天空 我们应该已经离开了天海星 林涵沉生说道 碧霄公主柳梅一昼 道 如果这是在星雨中的话 这么多年来 为什么没有被人发现 这是个问题 茫茫星海虽然庞大 可无数年来 总有那些探索矿外 要新的星空侦察舰 发现这里吧 可能是圣人手段吧 林涵想了想 从外面看的话 也许这里就是一块破碎的陨石 好吧 碧霄公主点点头 勉强认可了林涵这个推论 进入此间的人 绝对没有都出现在这里 林涵记得清楚 之前走在他前面的乃是一个黑衣中年人 可当他走出来的时候 那人确实不见了 绝无可能对方是速度飞快 已经跑掉了 林涵相信自己的眼力 这点时间 对方休想跑离他的目利极限 所以只有一个可能 虽然进入的门只有一个 但在传送的过程中 每个人都可能被随机分配到了 任何一个角落 碧霄公主还能跟在他的后面 这只能说是很巧了 走吧 林涵说道 他兴致勃勃 之前那些一代代的天才 无法得到圣人传承 并不代表他就不行 他可是得到了母亲的男人 说起来 母亲需要还能留下点传承的话 我岂不是不用如此辛苦了 林涵在心中想到 这个圣人估计是太崇拜乌涯大帝了 认为在大帝面前 他那些传承根本拿不出手 索性就随着他归西去了 哎 我不介意的啊 林涵满脸的郁闷 能够成为圣人 那几乎就是世间最强的存在了 生平肯定得到过无数的宝物 随便拿点出来 就能让他少奋斗几百几千年啊 林涵 有人要我取你的性命 一个稍显税嫩的声音 突然从后面传了过来 咦 这是谁 好装逼的感觉 林涵回过头 只见后面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 真是乳秀未干 满脸的稚气 这少年叫庄不凡 出身不凡 其兄长更是有数的天才 而他从小看到自己的兄长到处装逼 在他年轻的心灵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少年人当然喜欢模仿崇拜的人 因此 他说话的口气与自己的兄长完全一样 很装逼 很欠抽 第3709章收个小逼 林涵笑着看向庄不凡 道 小孩子就不要学大人说话 赶紧回家去 庄不凡大怒 他最讨厌的就是别人说他幼稚 修得小看我 他大声道 突然拔高声量 通常是因为被戳中了要害 恼羞沉默了 林涵悠悠说道 说道嘴炮功夫 跟大黑狗练出来的他自然是犀利无比 庄不凡一张脸顿时通红 我已经16岁了 不是小孩 不是 好好好 你说不是就不是 来 六娃给他一块糖 拿上了 赶紧回家 林涵说道 也妹的 庄不凡看着六娃帝过来的奶糖 双眼中都要喷出火来了 他之前把姿态摆得很高 出场一句有人要我取你的性命 充满了庄逼的味道 可谁料林还不按常理出牌 无问是谁要他出手 无气急败坏帝与他交手 反而将他当成小孩来逗弄 现在 他被气炸了 不行 他忍不住了 咻 他杀了出去 一拳轰出 六娃嘻嘻一笑 也是纵身一跃 从林涵的怀中杀出 迎向庄不凡 一个奶娃也配与他交手 庄不凡哼了一声 随手一扶 要将六娃扫到一边 这一掌 他下手极有份寸 力量十分柔和 但一掌拍出 他确实一惊 猛地反应过来 这里准入的条件 可是助击镜 所以 这奶娃是助击镜 靠 踩两三步的助击 这是什么鬼 可他在想变招却已经晚了 六娃驾驭着可怕的力量汹涌而来 如能毁灭星辰 他可是先天神体 战力远超普通的助人机 亏得六娃更擅长的是隐身 穿透 没有强化攻击方面 要是换成大娃来的话 那这个怪力暴力狂一发威 杀伤力要强大好几倍 砰 一击轰过 庄步凡发出惨叫 直接飞了出去 六娃拍拍双手 回头一笑 乃生乃气地道 搞定收工啦 林涵点点头 走了 这个庄步凡也只能算是一个孩子 而且刚才对上六娃时 也是特意用了柔力 看在这份上 他也没有赶尽杀绝的意思 站住 庄步凡跳了起来 我刚才只是大意了 他不服 之前只是因为见六娃太小 所以他连百分之一的实力 都没有发挥出来 时事败的冤枉 乳秀未干的小子 你欠揍吗 六娃指着庄步凡道 这么爱装逼 不怕被雷劈吗 庄步凡嘴角抽搐 林涵嘴巴毒 这个小娃子也不遑多让 果然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啊 他右手一振 已是多了一把长剑 嗡 剑身轻颤 通体发光 有脉纹发光 散发出可怕的威压 真要玩 林涵笑道 来战 庄步凡大声道 你能接我十招 我就不杀你 好啊 林涵脚下一动 已是出现在庄步凡的面前 好快 庄步凡心中大惊 他甚至都没有捕捉到林涵的踪影 这速度太快了 他的反应倒也不慢 立刻挥剑向着林涵刺了过去 仙气发威 成偏的符号流转 林涵淡淡一笑 右手张开 再一收 已是将剑气尽收掌中 找死 庄步凡冷笑 轰 剑气中的符号爆炸 威力完全释放 然而 他立刻震惊地发现 那些能量在林涵的手中爆炸 却根本冲不破对方的掌控 靠 你这是什么手啊 先金注成的吗 怎么样 林涵张开手 这道剑气已是被他完全化解了 庄步凡只有无语的份 这是实力的差距吗 也太大太大了吧 我不是你的对手 他老老实实地道 满脸的失落 他之前的姿势太高了 因此 眼见与林涵的差距那么大 自然让他失落无比 林涵拍拍他的肩 打不过我是很正常的事情 难道你是驻天机 甚至是驻疾疾 庄步凡眼睛一亮 他才刚入驻疾 所以打不过驻天机的天才 自然很正常了 不 我刚入驻疾 林涵正荣说道 庄步凡顿时感觉受到了一万点伤害 大家都是刚入驻疾 可实力差距居然这么大 说明他的天分差到了何等地步 你这也算是安慰人 我同皆无敌 所以 你也不用放在心上 林涵又说道 庄步凡瞄了林涵一眼 只觉甘疼 你才是庄逼高手啊 哪有人敢说自己同皆无敌的 同皆一战 你一定打不过我哥哥 他用力说道 好像也要让自己坚信似的 不 林涵一笑 我哥在新网竞技场排名第八万八千多位 庄步凡傲然说道 扑 林涵忍不住笑喷了出来 八万多名有什么好骄傲的 不过 他很快就收起了笑容 因为庄步凡正用哀怨的目光看着他 这确实很不凡 毕霄公主插口道 新网竞技场可是难挂了几乎全宇宙的修者 能够进入排行榜的 那都是冠绝一个心欲的超级天才 不错 庄步凡感觉终于遇到知音了 不要以为我哥的排名低 虽然是八万多名 但放在半马心欲的话 那也是顶而兼而的存在 也是我们明基星排名最高的 林涵傲了一下 道 你哥是住鸡 哼 我哥经过不过二十九岁 已经是住顶了 庄步凡傲然说道 林涵在他的后脑勺上拍了一记 小孩子家家 说话别这么老气横秋的 庄步凡捂着脑袋 向着比肖公主看去 希望这位美丽的大姐姐 可以管管林涵 别老是将她当成了小孩子 可惜 比肖公主又怎么可能帮她呢 注顶啊 那就不能同街一站 不过 等以后连上星际网路 倒是可以交交手 林涵自语道 李一定不是我哥的对手 庄步凡对自己的兄长 有一种盲目的崇拜 李哥叫啥 以后上去找他约战 林涵笑道 庄非凡 林涵不由看了他一眼 我发现 你们家的人都挺臭不要脸的 一个非凡 一个不凡 简直了 你才臭不要脸的 庄步凡大声说道 他自然要捍卫家族的尊严 来 做我小弟吧 林涵突发奇想 第3710张古战场 庄步凡的名字 虽然散发着强烈的庄逼位 但16岁能成筑基 这天分也确实不是盖的 当然了不能与七个奶娃比 他们是葫芦藤上长出来的 我才不要做你的小弟 庄步凡大声反对 呵呵 你会答应的 林涵笑道 眼神有些邪 李 你想干嘛 庄步凡心中一紧 林涵展颜微笑 阳光而又和谐 我要把你吊在树上 托了裤子打屁股 庄步凡瞬间呼吸停滞 太恶毒了 怎么能够这么对他 怎么样 林涵拍拍庄步凡的肩 做不做小弟 做 庄步凡咬牙方说道 真要让他光着屁股挨打 他会疯掉的 那该叫我什么 林涵寻寻善诱 老大 庄步凡小声地道 什么 老大 这次声音就大多了 林涵哈哈大笑 我刚才只是和你开个玩笑 像我这么正直的人 怎么可能干出把人掉起来 拖了裤子打屁股的事情呢 此话一出 必消公主 六娃庄步凡三人 同时吐槽 李干得出来的 绝对 林涵眨了眨眼睛 自己的幸运度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差了 连六娃这样的奶娃子 都要吐槽自己 算了 管他咧 林涵收了一个小臂 心情不错 他借用了庄步凡的连接器 但并无法连上星际网路 在逆境中是没有网路的 庄步凡解释道 但与其中却是带着嘲笑 林涵拍了拍对方的肩 来 再说一遍 庄步凡只觉肩头齐痛 连忙道 老大 逆境中是没有网路的 这句话就恭敬多了 林涵满意地点点头 将连接器丢还给了庄步凡 兴网不能用 那大家彼此之间便不可能快速取得联系 要回到最原始的通信状态 要么面对面 要么就是打出信号弹之类 距离不可能遥远 这次来了许多人 不但不乏高手 而且许多人也联手了起来 但进入之后集可能都是分开了 看这样子 想要重新聚集起来的难度很高 我的境界毕竟低了些 要是对上铸鸡鸡的三星 甚至四星天才 除非动用混沌及雷塔支柱 不然很难匹敌 而且 这样的对手亦多 我亦要头大 现在趁着这些人还没有会合 要么赶紧找到圣人传承 要么把他们逐个急迫 不能将时间拖得太久 林涵在心中想到 他们四人行了一阵 但这个地方大的惊人 而且就是无际的荒原 始终不见尽头 林涵便决定分散行动 先去各个方向探查 然后再回来会合 次个人吩咐不同的方向 很快就各自消失在天际 林涵倒是不在乎 庄不凡会不会回来 反正他说对方做小逼 也只是一时兴起 他预期飞行 这里倒是没有天地之力的压制 飞行是不成问题的 林涵没有往前飞 而是只取天空 飞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他便发现不能再上去 天空中出现了一张金色的大网 阻止了他继续前进 而组成这张大网的 乃是一条条金线 仔细看 这些金线上布满了玄奥的纹理 这是圣人阵法 里面的人出不去 而从外界来看 是不是这块碎星体根本就不存在呢 林涵很好奇 但圣人手段又岂是他可以看破的 研究一阵后 他完全没有摸到一点头绪 只能降落下来 朝着前方而行 差不多小半天过去 荒原终于出现了变化 这是一个古战场吗 林涵看到前方有许多尸骨 还有残破的战甲兵器旗帜 连绵起伏 当初的战斗规模绝对惊人 他并非第一个赶到这里的人 前面已经有不少人进入了古战场区域 正在翻捡着战甲和兵器 不过年代过去的实在太久了 便是这些战甲和兵器都是破破烂烂 而且他们又不是第一次进入这里的人 真要有什么具有价值的东西 还会轮得到他们吗 林涵 有人回头 看到了他 不由露出了冷笑 虽然本少看不上那点悬赏 但你既然自己送上门来 那本少也不介意赚点外快 这是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男子 以鼻尼之姿俯视着林涵 林涵淡淡一笑 既然你想死 我就成全你 一个个都以为他好欺负吗 不过是落后心体上的一个小人物 一招就能解决 对方杀了过来 仰手对着林涵的头顶拍落下去 林涵只是一伸手 就将对方的手腕托住 什么 那中年男子露出震惊之色 连忙用力挣扎 可手腕好像在林涵的手里生了根 纹丝不动 我这个人一向很好说话 你们不来找我麻烦 我也懒得欺负人 林涵说道 他并没有看那中年男子 而是扫过古战场中的其他人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会杀人 哼 听到虎阳洞 瞬间包裹住了那中年男子 啊 那中年男子惨叫 但只是一瞬间的事情 他就没有了声音 被烈焰生生焚尽 不少人都是露出畏惧之色 对于大部分来说 一千到十也能算是比小才 如果只是顺手而为 那谁也不介意去伸下手 但是这可能要冒生命危险的话 那就没有人愿意了 原来 林涵不只是天才阵师 本身的实力也是强得惊人 还是不要招惹得好 可有人忌惮 自然也有人不以为然 不过刚刚踏入住击的小子 一名蓝衣中年男子大步走了过来 嘴边居然长着鱼腮 显得十分诡异 显然 他的原型应该是某种鱼 又或是虾 蟹 画形得不够彻底 才有腮部保留了下来 早就看你不顺眼了 只是你一直躲在帝都 现在没了尘封炎罩着你 杀你一如反掌 蓝衣中年森然说道 一掌对着林涵须拍过去 林涵挥拳一起迎上 砰 两股力量震荡 顿时圈扬起附近许多残骸 白骨乱舞断刃起飞 这一级 两人不分宣制 果然不凡 区区助人鸡竟然可以体敌 助击鸡巅巅巅峰的力量 蓝衣中年冷笑 可惜 我可不是助鸡 而是助顶镜 他再次攻来 第3711章杀一警百 蓝衣中年男子杀了过来 再次伸手拍向林涵 轰 这一次尽力中央动着一道道经文 有一种超越助鸡的气息 他是助顶镜 虽然这里压制境界 助顶来了 能够发挥出来的力量也就是助鸡巅峰 可助顶毕竟是助顶 还是有一些些优势的 比如他可以动用体内修出的仙顶 这气息就是仙顶在发威 形成了超越助鸡的气息 可以有效地压制助鸡 药方在外界的话 这气息一出 九成的助鸡就会完全失去战力 这是生命层次的压制 就好像豺狼遇到了老虎 便只有瑟瑟发颤的份 这里压制境界 先顶的威势便没有那么大了 但对于助鸡依然有一定的威慑力 至少也能消了助鸡两三成的战力 这也是兰一中年男子敢向林涵出手的底气所在 林涵点点头 你是牢笼中的囚犯吧 一边说话 他一边轰出拳头回敬 气息沉稳 毫不受仙顶的影响 他住的仙道即使那是何等恐怖 连上天意要发威抹去 又怎么可能被区区仙顶压制 可以说 圣人的气息可以轻易将林涵震死 可哪怕是大地现身 林涵也不可能屈服 因为他的先机稳固无比 谁也休想动摇 轰 两人再次对轰 依然是平分秋色的局面 兰一中年男子露出不解又震惊的表情 林涵居然不受自己的仙顶影响 战力没有减弱分毫 太古怪了 仙顶对于人到基石的压迫力最大 其次是天到基石 而若是极到基石的话 那影响就十分小了 可再怎么小也是有影响的 哪可能像林涵那般 屁事都是没有 他强行压下了震惊 淡淡道 不错 我出自囚龙 在我眼中 你就是一个渣渣 若非有陈锋炎罩着你 凭你也敢在我等面前耀武扬威 你身上带着什么秘宝吧 居然不受我仙顶的压迫 他还是忍不住问道 此话一出 古战场中的人 漠不露出一丝异动之色 可以抵御仙顶压迫的秘宝 那真是太实用了 别说这里 出去之后遇到柱顶静 那也相当于多了一丝的逃命机会 因为仙顶一出 直接从生命本质上压制 柱姬静可能就双腿发软 连逃命的念头都无法升起 凌寒自然不会说 这是因为他的仙道 即使以元古仙门为原形 连天意要及之 当然牛逼了 送你上路 他凛然说道 身形杀出 妖猴拳展开 拳头包裹着天道火 108重净力叠加的频率攻击 这组合拳的威力有多么恐怖 轰 轰 轰 一拳拳 分天灭地 蓝一中年男子的优势权在先顶之上 可境界压制完全无效 他其实和普通的助级机巅峰也没有什么区别 在凌寒的强力压制之下 他劣势无限大 显向还生之下 他无比后悔 早知如此的话 他怎么也不会跳出来啊 后悔了 凌寒淡淡道 可惜 晚了 面对这样的嘲讽 蓝一中年男子不由脸都红了 可性命都是岌岌可为 他那还顾得上尊严 连忙道 住手 住手 我立刻归降选北国 你不能杀我 林寒吃笑 可惜 我现在可不是选北国外务服辅主 只是一个普通的冒险者 谁想杀我 我就灭谁 英王老子来了也不管用 他强势攻伐 只是几招而已 蓝一中年男子便被他轰杀成渣 看到这一幕 众人都是摇头 想必那蓝一男就是死也是充满了懊悔吧 如果在外界 他杀林寒只是一念之间的事情 可现在却是反过来被林寒轰杀 毕竟探险 就是这么的危险 境界高也可能死在境界低的手里 林寒向着四周的人扫了一眼 道 还有谁想要我的像上人头 众人都是只当没有听到 分分各干各的事情 这要点头的话等于和林寒为敌 那是万万不行的 可要摇头的话 又等于是向林寒低头 他们又落不下这的面子 所以只能当做没有听到 林寒走在古战场中 明明阳光耀眼 可因为电地白骨 却是有一种阴森森的感觉 他也看了下那些战甲和兵器 摇摇头 无波破破烂烂的 根本不堪再用 继续前进 林寒想要看看这片古战场的尽头是什么 他加快脚步 却是闷横一声 立刻停了下来 林寒低头看 身上的衣物多了几处破损 那是他刚刚加速之后 被空气生生化出来的 空气怎么会拥有这么可怕的破坏力 林寒行走着 暗暗体会 心中升起了明雾 不是空气风锐 而是空气中有一种杀气 与之激烈摩擦的话 便会造成很大的破坏效果 他张开星辰光幕 然后慢慢加速 但也只是发挥出一倍因素 他就达到了极限 空气中好像有无数把看不见的刀锋 一瞬间就把星辰光幕给撕开了 林寒放缓了一些速度 星辰光幕的消耗刚好和他的修复速度持续平 能够始终保持着光幕的效果 很快 太阳西沉 天色开始暗了下来 这不知道是星空中的哪个角落 虽然看得到太阳 但月亮确实不存在 因此 当太阳消失于地平线的时候 整个天地也是瞬间变成了一片黑暗 只有星星点缀着 散发着淡淡的光辉 嗯 林寒突然停下了脚步 他感应到了一股诡异的气息 但四周静悄悄的 又哪有什么异样 林寒十分相信自己的直觉 他打开铜树 向着四周再次看去 外境先途之后 他的铜树也有了惊人的进步 可以看透虚妄 可以动穿细围 立刻发现了不一样的对方 天地之间 有道道气息升起 好像烟雾似的 卡 一个轻微的声音响起 如果不是林寒全神贯注的话 即可能就没有听到 而即使听到了 也可能直接忽略了过去 但现在 他发动铜树 向着那的方向看去 惊人的一幕出现 一具残骸正在缓缓爬起来 他都断了一条腿 可还是用一把袖刀撑着 靠着另一条独腿站了起来 嗡 眼洞中跳起了两团忧火 八 见鬼了 第3712章血战尸骸 一具死了不知道多少年的尸体 突然又站了起来 闹鬼了 还是这里有种莫名的力量支撑 让王者重启 林寒倾向于后者 他没有感应到任何的灵魂波动 那这具残骸应该是在某种力量的影响下 才爬起来的 卡卡卡 想生不绝 只见无数的尸骸默不在自己爬起来 有的还披着破烂的战甲 一个个皆是眼洞中跳动着绿色的忧火 这些尸骸都是盯上了林寒 将手中的兵器对准了他 杀意沸腾 有弱实质 通 不远处 大地破开 只见一名骑士出现 他的身下是一头足有三丈高的骷髅战马 而这名骑士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浑身只剩下了白骨 只是还有一部分身体包裹在破坏的盔甲里面 可就算如此 这骷髅骑士依然散发着强大的气势 灵力的气势好像化成了实质 缠绕在他手中所持的战毛上 仿佛苍穹压下来 他也能一毛洞穿 杀 这个骷髅骑士发出冷漠的声音 顿时 尸骸大军便向着灵寒冲了过去 灵寒一记煞气冲击打出 确实毫无效果 这些都是尸骸军战时都是死物 没有灵魂 能够行动完全是因为被一股莫名的力量左右了 因此 尸骑冲击自然对他们无效 那再换一下 安 灵寒喝道 六字冥王咒发动 佛音浩荡 但是 仍是没有一丁点效果 这印证了灵寒的想法 尸骸大军虽然看着吓人 但并非鬼物 所以佛门禅音艺对其无效 砰 尸骸大军杀到 密密麻麻的刀器 剑气打了过来 灵寒张开星辰光雾 砰砰砰 这些劲气打过来 漠不被纷纷挡了下来 但就是这么一轮骑射 星辰光雾也消耗得差不多了 只要再随便来上一记 肯定破碎 灵寒当然不会坐以待毙 他就算再有自信 也不可能傻傻地待在原地 被这么多的尸骸大军攻轰乱炸 这样的话 哪怕他在墙都会被轰杀成渣 咻咻咻 他展开身法 跃出了包围圈 但这里遍地都是尸骸 无论灵寒跑到哪里 他能够坐的 就只有战斗 那就来战 灵寒长笑一声 双连齐轰 妖喉拳展开 他神勇无比 这些尸骸大军 漠不拥有助人机的实力 联手齐轰的威力无比可怕 但防御力确实相当相当递渣 哪怕只是被灵寒的权力 于颇擦到以下 也是白骨纷飞 立刻散架 轰 他现在的实力无比可怕 一拳轰出中 权力可以直达百丈远 物质保持着强大的杀伤力 一拳下去 前方便能空出一大片的区域来 他奇猛霸道 战力恐怖 而尸骸大军则是胜在数量无穷 好像没有止境似的 不断递杀过来 这些骷髅兵没有情感 不知疼痛 只知道战斗 这让他们成为了可怕的杀戮机器 关键是 数量太多太多了 这个古战场有多大 全是尸骸啊 现在一个个都是爬了起来 一天望不到尽头 这要杀到什么时候 换了一个人 肯定是边打边退 要离开这个古战场 因为人力是有穷尽的 然而 灵涵确实不退 如果只论力量 那他也只能媲美助击击巅巅峰 但说到秘力除备的话 那他完全可以和化灵真军甚至教主及教板 没办法 谁让他体内微面无数 皆化成了他的秘境呢 来战 战战战 轰 轰 轰 灵涵自从迈进仙徒之后 还没有这么痛快淋漓地战斗过 让他觉得十分爽 其实他完全可以寄出混沌集雷塔 这可是帝兵雏形 混沌器的防御之强 恐怕需要助击机的力量数到其轰才能破开 助人机的攻击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可现在林涵只想战斗 只想用双拳去平定一切 能不倚仗外力 就不要去倚仗 哪怕是自己的法器也是一样 这战斗强度极大 换了一个助击的话 哪怕是助击机 顶多两三个小时之后就会力竭 但这对于林涵确实一点也不适用 他长力绵绵 完全可以以这样强度战斗上几个月的时间 当然了 蜜力可以支援是一回事 但还要考虑到身体的负荷极限 几个月太夸张了 几天却是毫无问题 苦战一夜 凌晨时 第一缕阳光出现 普照大地 顿时 刚刚还凶狠无比的尸骸墨布好像一下子失去了动力 全部摔倒在地上 又变成了死雾 天亮了 林涵看向那耀眼的阳光 心中想到这些尸骸应该是到了夜间才会活动 但它们存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咦 他一愣 只见有一道光笼罩了自己 然后在手腕上留下了一个烙印 一闪便消失了 怎么都喜欢搞这一套 林涵摸了摸手腕 又给他带了个章 很好玩吗 还不如直接给点好处 比如让修为跃进一大截 这才使用麻 他盘坐下来 打算修炼 可他立刻发现 这天地之力其弱 根本不足以支撑他的修炼 只能让他恢复魅力 这是因为 脚下的这片大地并非星体 而只是一块星体碎片 只能算是大点的陨石吗 林涵还是扶下了一颗青木布灵丹 既然天地之力指望不上 只能靠丹药了 他以大日连花绝推动着要力 银龙鱼的效果也在发挥 因此 哪怕没有天地之力的帮忙 林涵的修为也在迅速提升着 他的人道基石越来越壮大 这在一开始的时候只有黄豆大小 但现在已经比人头都是略大了 这可以算是一件念力法器 可以缩小尺寸 但分量却是极轻 因此 哪怕用此来攻击 效果是完全不能与念力法器相比的 一般来说 人道基石的极限是井盖那么大 按这么算的话 林涵大概在修炼个几个月 就能达到助人机的尽头 可他并非普通的助基镜 因此 他的人道基石可以达到什么程度就不知道了 他想了想 决定先退回去 与六娃碧霄公主装步凡会合之后 然后再回到这里 继续去闯这个古战场 第3713张新网排名前29万 林涵回到一开始与碧霄公主等分头行动的地方 不久之后 只见碧霄公主六娃纷纷出现 但碧霄公主可不是一个人 而是边上还有一个气宇喧昂的年轻男子 咦 你是什么人 还没有等林涵开始 那年轻男子便向着林涵贺问起来 与生吉利 对林涵充满了敌意 林涵立刻明白了 碧霄公主在单独行动的时候被那人遇上了 估计是敬畏了天人 便一直跟着碧霄公主 现在看到他与自己这个男性优惠 自然促火中烧 与你无关 他淡淡道 哦 我知道了 你是那的被人悬赏的家伙 叫灵什么的 那年轻男子倒是很快就认出了林涵的身份 他哼了一声 本少不想杀你这种无名小卒 被人物以为本少还贪图那丁点的道石 快给我滚 臭不要脸的 六娃娇声道 阿爹 揍他 揍得他妈妈都不认识 哎 连六娃都是变得如此暴力 林涵转过头去 郑荣道 叫过你们多少次了 我们要以得服人 必消公主不由在心中吐槽 你还以得服人 不要太暴力了 那年轻男子却是被林涵和六娃的一大一党给激怒了 森然道 真是好大的胆子 竟敢在我展红面前放肆 你可知道我是谁 林涵一笑 知道啊 你不是自己说了吗 叫展红吗 是 是啊 展红一愣 却总感觉哪里不对劲呢 你爹妈是不是想让你大展红图 所以才叫你展红的 六娃问道 不过呢 名字和蔚来通常是相反的 比如有人叫长生 通常不会长生 而是早死 这死孩子 怎么说话来着 那我叫展红 岂不是要一事无成了 展红目光森然 她沉生道 在我面前说这种话可没有好处 看在碧霄姑娘的份上 我就网开一念 立刻给本少滚 林涵笑着看向碧霄公主 你认识这个傻叉妈 碧霄公主贪了贪手 是她一直跟着我 怎么也甩不掉 这也是对林涵的一个澄清 我可丝毫没有聊汉的意思 混蛋 展红大吼一声 向着林涵杀了过来 她显然没有只是将林涵奏上一顿的简单想法 而是抱着杀人之念 手中已是多了一把血色长刀 向着林涵斩了过去 刷 刀器纵横 化作一道凄厉的长红 粗长无比 林涵展开肚仙纸 然后点了出去 哼 只竟撞上了刀器 却是完全挡不住刀器 被生生削碎 而刀器依然浩浩荡荡地斩了过来 好像前面便是挡着一座仙晶堡垒 亦能一刀破开 展红露出不屑的笑容 她的实力是何等强大 岂是林涵这种无名小卒可以体敌的 砰 刀器斩道 扬起了璀璨的光芒 还有能量的大爆炸 死人一个 展红在心中说道 这种实力也敢在自己放肆 真不知道是哪来的底气 然而 当能量涌过时 它却是露出了亚然之色 因为林涵正好端端地站在那 身上则有星光闪动 化成了一口中式的 没死 不但没死 而且还分毫未伤 那星光是林涵运转的某种功法 还是保气激发出来的 展红立刻又恢复了平静 挡下他一刀又如何 只能说 对方的实力还算勉强 不错 能够挡下我一刀 你在注击之中也能算得上是高手了 他傲然说道 我在新网竞技场排名第29万 林涵新年轻一代中 排名前三 林涵不由失笑 排名二十几万 还敢说自己是高手 李白痴啊 展红摇摇头 真是落后之地的无知土著 李根本不知道整个星宇有多么庞大 而修者又有多少 注击是先图第一个台阶 人数自然最多 不妨给你普及一下 注击的总数量大概是一百亿 你只要排进前一百万名 那都是万中挑一的天才 一个星体上又有多少注击 不过十万 所以 他虽然排名二十几万 但放在某个星体上时 这成绩就足以挤进前三去了 可说是天才中的天才 林涵叹了口气 用怜悯的目光看着他 没发现你还是个画牢 又没有问你 巴拉巴拉就说了一大堆 展红半张着嘴 你他妈是白痴吗 你没有听到我的解说吗 我可是星宇中排名前二十几万的存在 放在某颗星体上的话 那可是前三的超级天才 这谁听了不得肃然起敬 或是吓得屁滚尿流 李居然说我是画牢 他失去了耐心 再次挥刀杀出 这次 他要把林涵轰杀成渣 林涵淡淡一笑 展开妖猴拳 顿时仿佛回到了原始洪荒时代 一头妖猴浮现 要将天都市捅个窟窿 哼 他的拳头上包裹着天道火 迎上了刀锋 以肉全硬汉法器 找死 展红冷笑 你就算站力比我高 但拿血肉支去硬汉法器 依然是无比愚蠢的做法 可他立刻失色 因为刀锋斩在拳头上 却居然没有血花见起 反倒是一股浑厚无比的力量袭来 直钻体内 好像要他的五脏六腑都是震碎 更可怕的是 一道赤炎的火焰也烧了过来 他的护体秘力在这道火焰面前 完全是形同虚设 他连忙退 但已经晚了 火焰融化了他的护体质 灵汉的全力源源不断地涌过来 对他造成了直接伤害 八 他张口 暴吐一口鲜血 可还没有落到地上 便已经化成了气 蒸发干净 呲 他已经躲得够快了 只受到了一丁点的火焰之力 居然还有如此恐怖的威力 这就是什么星体前三的战力 灵汉满脸的失望之色 虽然只是简单的一句 可对于展宏来说 这句话就跟刀子似的 扎得他心中只躺血 可恶 可恶啊 他盯着灵汉 那你就来领教一下我的血煞刀 三道封印 全开 他对着手中的血刀连出三指 轰 顿时 这把原本还很普通的血刀立刻绽放血盲 冲天而起 可怕的煞气如同潮水般蔓延 第三千七百一十四张气中之地 血刀的封印全开 煞气沸腾 直冲云霄 展红露出傲然之色 这可是他们展家祖传的宝气 虽然品阶不高 但每代最杰出的展家人都会使用 斩敌人之身 引敌人之血 无数年的杀戮下来 这把刀不知道引了多少人血 也形成了无尽的煞气 平时都是封印着 免得煞气外泄 看上去便十分普通 但一旦揭开封印 这就是注击镜中最强的法器 不过 打开封印之后 煞气就会流失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展红有点惋惜 又有一点骄傲 他是展家这一代中最最杰出的传人 所以才有资格动用血刀刀 能够逼我打开血刀刀的封印 你也死而无憾了 他没有浪费时间 立刻向着灵寒杀了过去 轰 煞气流转 哪怕比萧公主并非正面直对 还是翘脸苍白 心脏好像被一只冰冷的大手拽着似的 难受无比 他都如此 灵寒呢 必消公主不由着急 这关心则乱 先手不由握成了拳头 紧张万分 灵寒却是一点也没有放在心上 他的意志无比坚定 先机又打得稳固无比 只有他振折别人的份 别人又怎么可能影响到他 轰 轰 轰 不过血刀刀的威力还真是不容小觑 一刀刀斩来 血影沸腾 无比可怕 这样的血刀刀 煞气提升了刀的锋锐程度 便是灵寒也不敢再以肉拳去迎击刀锋 只能避开正面 哈哈哈哈 受死 受死吧 展宏大笑 有些疯狂 血刀刀的封印解开 煞气不但压制对手 连他自己其实也会受到影响 现在也不好说 到底是他在操控血刀刀 还是血刀刀在意识他 灵寒哼了一声 他有好几种办法轰败斩红 比如一步成阵 加上阵法支柱的话 他有十足的把握压制对手 比如祭出天道火 直接烧死对方 这可是连圣人都要皱下眉的赤焰 要烧死一个小小的筑机还不简单 只是这一用就是一层 灵寒现在只剩下使用八次的机会 当然不愿意浪费在展宏身上 还有的话 他展开咫尺天涯 再用天道火能量和毁灭能量 寻找对方的破绽进行攻击 同样可以建功 只是这样会稍微花上一些时间 灵寒将这些方案都是推到一边 对方有宝器 他难道就没有吗 混沌集雷塔 出 翁 这件质宝出现 在灵寒的头顶浮沉 一道道混沌器垂落 雷霆之光闪动 这次宝器没有自会 散发着至高无上的气息 雀杀刀散发出来的气息立刻被压制 不断地缩小着煞气涌出的范围 最终竟是完全退回了刀身中 靠 这是什么情况 展红木凳口呆 这就好像他尿急了刚刚释放出来 却突然遇到一个绝世强者走到面前 生生又把尿给吓了回去 可那是斜杀刀啊 引了无尽的鲜血 本来就是煞气冲天的存在 居然还会畏惧 这这这 不可想象 那宝塔 气象太惊人了 那是什么气息 丝丝垂落 却又有种比心体还要沉重的感觉 还有那雷霆之光 好像被他劈上一下 哪怕是他都只有粉身碎骨的份 这是什么瑰宝 展红盯着混沌集雷塔 眼中全是贪婪 一个死人 哪来这么多的好奇心 灵寒杀了过去 双拳击轰 展红连忙挥刀迎上 可手中的血杀刀受制 根本一点威力也发不出来 而刀锋斩到混沌器上 却根本斩不破 那是何等厚重的存在 滋滋滋 混沌集雷塔上 一刀刀闪电打了出来 是眼夺目 这可是未来的帝兵 哪怕现在的威力只有注击级别 那也是注击中的霸主 一刀刀雷霆打出 根本不是展红可以躲得掉的 顿时被电的惨叫 肉香味很快就传了出来 哟 有点焦 灵涵还在调侃 展红又怒又急 他这个堂堂天骄 居然要被人生生轰杀吗 可他虽然还有许多秘书没有施展 但血杀刀就是他的最强底牌 这都对灵涵压制了 那再用出别的招数又能有什么用 再打下去 必死无疑 他露出心疼之色 但仍是毫不犹豫地取出一张符纸 向着身上拍去 这是万里盾行符 可以将他瞬间送出万里之遥 是他的保命底牌 想跑 灵涵眼尖 哼了一声 轰 混沌集雷塔清旋 一道道混沌器顿时向着展红镇压过去 卡 展红的身体立刻发出骨骼爆响之声 整个人都是一缩 然后碰地一下 趴到了地上 真正混沌器重 现在因为灵涵境界的关系 无法达到这样恐怖的地步 但依然不是一个注击能够抗衡的 至少展红不行 啊 展红惨叫 浑身骨头还在暴响 这压迫力太可怕了 让他的内腹都是受到了强烈的挤压 随时可能爆碎成一片江湖 灵涵轻易就将万里盾行符和血杀刀给没收了 他不由一笑 难道你不知道 我可是出了名的大盗吗 现在那些参与金元果会的人中 应该依然有他的传说吧 当然了 现在大家都认为那面具男士牛建华 我认栽了 展红咬牙道 这于他是奇耻大辱 自己乃是林阳星排名前三的年轻天骄啊 居然败得如此之彩 好 那就认命吧 林寒辉出一拳 哼 展红的脑袋便被他打爆 天道虎一卷 展红的尸体也是瞬间烧成了灰烬 展红肯定死不瞑目 我都已经认输了 你怎么还要赶尽杀绝 林寒当然不会留下后患 对这种想杀自己的人又有什么好客气的 反正这是秘境 死了也只有任命的份 等到天黑 要是庄不凡还没有过来 就不等他了 林寒说道 碧霄公主和六娃都是说起了他们的经历 向前方走出很长的路后 他们就进入了一个古战场 然后在晚上那些尸骸都是活了过来 向他们发起了攻击 碧霄公主是第一时间杀回去的 而六娃属性特殊 直接顿入虚空 根本就不会受到攻击 若飞说好了一天之后会合 他完全可以轻松前进 第三千七百一十五张战法队骷髅兵 三个不同的方向 都是踏上了古战场 林寒只能认为 他们现在所处的地方便在古战场中 只是这个区域没有尸骸而已 那不管了 我们就随便找个方向一直前进 他很不负责任地说道 真是不靠谱的阿爹 六娃耸了耸肩 一副很无奈的样子 他们等到了晚上 还是不见庄不凡归来 嘻嘻 阿爹 看来你这个小弟跑了呢 六娃笑话林寒 林寒擦了擦鼻子 难得他想收个小弟 照理来说 他虎屈一阵 王霸之气散发 不应该瞬间就让人五体投地吗 下次要是再见到那个小子 定要将他揍成猪头 走了 他们出发 行了几个小时之后 来到了古战场的边缘 这时 所有尸骸都已经站了起来 但在林寒他们目力所及的范围内 并没有舞者进入其中 这些尸骸军都只是茫然地站着 有弱雕像 可当林寒三人走近时 这些尸骸好像兴奋了似的 漠布转动着头颅 向着他们三人看去 干嘛 他们三个很特别吗 还好的是 尸骸大军被严格限制在了古战场中 不可能跑出来 这要怎么才能闯得出去 四周全是这些鬼玩意 将我们包围在里面 虽然白天可以通行 但只有半天时间 以这个战场之大 根本无法通过 我看前人留下的资料 需少要走三天时间 才能通过这个区域 三天 也就是说 我们至少要坚持两个晚上 被这些骷髅兵围攻 这怎么可能做到 我连十分钟都坚持不了 四周倒是有不少人 莫不露出失望之色 怀着一腔热情而来 信心满满 结果倒好 连第一步都是没能走出去 就已经折几尘沙了 这让他们如何能够不沮丧 不如 我们联手去闯吧 好 人多力量大 说不定 这就需要联手才能闯过 有人提议联手 得到了其他人的认同 一个小型的联盟很快形成 原本有些人在外面 已经和其他人组队了 可进入这里之后 却是被传送到了不同的地方 因此 现在只好临时再组个队了 林涵 加入我们一起吧 有人过来找林涵 他带着一种施舍的语气 若非看在林涵市镇师的份上 根本懒得叫上一个落后之地的人 说不定什么忙也帮不到 只会拖后腿呢 林涵摇摇头 不必 我喜欢单独行动 那人一愣 没想到林涵居然会拒绝 不由露出一抹脑色 给你脸你还不要了 真是不知好歹 以为是个阵师 就把自己当回事了 算了算了 人各有志 又有人过来 他劝着第一个人 那人想了想 便也没有发作 毕竟这里招揽林涵的人很多 有些还真不是他能够得罪得起的 除了林涵这三人外 其他人都是组队到了一起 他们不会在这时候杀进古战场去 这不是自讨苦吃吗 但是为了先适应一下 他们还是闯了进去 只是待在边缘地带 主要是练习一下配合 还有适应一下强度 万一他们这样都是扛不住的话 明天也不用进去了 说不定都杀不回来 要死在里面 他们站到了半个多小时 很快就配合默契 毕竟都是天才 只要放下傲慢 经常合作 那还是十分给力的 林涵三人则是休息 明天只要太阳出来 他们就会立刻出发 一晚过去 太阳出声 走 两拨人同时出动 进入了古战场 他们的方向一致 而为了尽可能在白天多赶路 他们也没有停下来吃东西 便是拼命赶路 只是古战场中杀气如刀 他们的速度并不快 顶多就三分之一到一半的音速 半天之后 太阳西沉 天色暗了下来 当太阳最后一脚也消失于天际时 无尽的黑暗顿时汹涌而来 卡卡卡 那一句句尸骨默不爬了起来 眼洞中忧火燃烧 好像一下子进入了幽灵鬼界 停步 准备战斗 组队的那些人立刻停了下来 他们一共分成了三批 轮番休息 林涵 碧霄公主和六娃也停了下来 顶着骷髅兵的火力前进 这是不至之举 怎么办 碧霄公主问道 她其实是赞成与别人组队的 这样可以分担防守的压力 而且还能轮班休整 两半呗 林涵笑道 一边走着 一边布下了阵击 通 可骷髅大军却不会给她从容布阵的机会 纷纷杀了过来 古怪的是 居然大部分的骷髅兵杀向了他们这里 冲向另一波人的则要少得太多 干嘛 这还有偏心的 林涵亚然 她一边轰出拳头 一边继续布阵 碧霄公主和六娃连忙帮忙 与骷髅军战的激烈 林涵看得清楚 骷髅军对他们这么热情 完全是因为六娃的关系 因为这些骷髅军差点无视了碧霄公主 就是对着六娃狂轰乱炸 她连忙道 六娃 隐身 好的阿爹 六娃立刻顿入了虚空之中 她这么一消失 骷髅军顿时恢复了正常 原本分流过来的尸骸便向着另一波人冲去 靠 这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骷髅冰变多了 难道另一边的三人已经全灭了 这边压力大增 自然是叫苦不迭 莫慌 昨天我们已经演练过了 完全没有问题 一名红衣男子说道 他是这个队伍中修为最高的 也当然不让挑起了队长的担子 此人叫金景天 铸鸡鸡的一星天才 实力相当不凡 众人都是点头 稳定了心神 按照昨天的演练 一部分人休息 一部分人战斗 局面一稳定下来 他们便向着灵寒三人的方向看去 这三人应该都死了吧 哎 可惜了 那的美妞 非常有味道啊 咦 靠 这一眼扫过 他们默不震惊 他们看到了什么 灵寒三人居然好生生地做着 正在生活煮饭 而一个个骷髅兵冲过去 默不被羊动的光柱打钟 瞬间就爆了 震已成 第三千七百一十六章五尺 骷髅兵的特点是不畏生死 战斗力很强 但缺点是一根筋 特别蠢 只知道进攻 反正打烂了就打烂了 第二天晚上依然是好骷髅一个 另外 这些骷髅兵的防御则是超弱 可以说是渣渣级别 这就让他们遇到阵法的时候 显得特别的呆和脆弱 一道光柱打过 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的防备 啪啪啪 好几头骷髅兵便被一道光打爆了 灵寒这阵法可是能够同时打出36道光柱 一轮扫射之下 至少摆头骷髅兵便被轰溃 效率起高 这才让凌寒能够腾得出手来准备晚饭 而比萧公主翘影翻飞 只需要轰溃一些漏网之鱼 这样的战斗强度完全在他的能力之内 六娃当然没有现身 他一出现就会吸引大把的骷髅兵 大大增加负担 毕竟阵法的威力虽然不凡 可光柱的扫射也不是没有间隙的 差不多每个一秒钟才能打出一轮 饶是如此 对比之下 两边可说是冰火两重天 凌寒他们轻松无比 居然还有余霞准备晚饭 而另一边呢 苦战 余霞的人也必须抓紧时间 可要恢复秘力 哪有心情和时间去干别的事情 这就是镇师的作用吗 不少人都是后悔 早知道就应该和凌寒组对了 难怪他这么自信满满 不是他太傲了 而是镇师真的超烦 其实凌寒还有别的办法抵御这些骷髅兵 那就是混沌集雷塔 这件未来的地兵只需要垂落混沌器 又有哪一具尸还闯得过来 不过呢 现在外人太多 凌寒自然不会曝露混沌集雷塔之秘了 来 吃饭 凌寒已经将饭菜弄好 招呼起六娃和碧霄公主来 六娃立刻现身 吃饭可是她的人生爱好之一 可六娃一现身 立刻引动起了附近骷髅兵的疯狂 如同潮水一般汹涌而来 碧霄公主顿时手忙脚乱 她虽然也是一心天才 但毕竟还没有跨进驻天机 凌寒一笑 随意点纸 杜仙纸打出 里面附加了一些天道火能量 止境的破坏力惊人 啪啪啪 一路轰溃了至少十几具骷髅兵 来吃吧 不用管 她说道 食指翻飞 一道道静气打出 任你再多的骷髅兵袭来 她都可以轻松挡下 毕竟她还有阵法之助 碧霄公主也开始吃饭 与仙徒舞者来说 饮食并非是必须的 但若是总被饥饿感萦绕的话 肯定会影响战力的 看到这三人如此轻松的模样 经济天一行人都有发疯的感觉 这也太夸张了吧 你们是来野营的吗 走 我们过去 经济天立刻做出了决定 对 利用阵法之助 我们可以减少很大的压力 其他人纷纷点头 这行人缓缓向着林寒的方向一去 速度不能太快 一旦乱了阵脚的话 他们会损失惨重 不过 这打阵地战抵抗骷髅军的冲击 和迎着骷髅军的冲击 要硬生生杀出一条血路 那可是两码事 难度完全不在一个级别上的 因此 他们行进困难 花了将近20分钟的时间 才终于杀到了林寒三人的附近 呲呲呲 可阵法又不会区分人 还是骷髅冰 闯进来自然就试射 那些人化解的狼狈 但毕竟人多 还是强行冲了进来 而且 被他们分担去了一部分火力 得已冲过阵法的骷髅冰 也是一下子数量暴涨 林寒不由大怒 这些人还真是自私 给我滚出去 他喝道 向着金景天等人发起了攻击 林寒 你还真是自私 面对险观 不齐心协力一起度过 还要向我等发起攻击 金景天先发之人 向着林寒斥责起来 众人都是点头 你明明有能力帮助大家 而且了 你已经将真法布下 又不需要耗费你什么精力 会而不费 和乐而不为 太小气 太自私了 到底谁自私 林寒有什么理由去帮助这些人 非亲非故的 之前他在布阵的时候 怎么没见这些人出手帮忙 不 他现在将真法布好了 这些人看到有便宜可战 就纷纷挤了过来 还一脸的大意凛然 呸 还能更加无耻一些吗 林寒哼了一声 既然你们不滚 那我就杀得你们淡寒 轰 他展开了战神三世 天地之力顿时以他为中心 向着他源源不绝地涌去 只是这些力量并不能用以修炼 在他的体内也只能短暂地停留 然后便悉数轰了出去 这可不只是他的力量爆发 还有天地之力的加成 力量磅驳无比 顿时 人影翻飞 漫天而舞 啊 有人发出惨叫 这落进了骷髅军中 人家可不会手下留情 直接以冰冷的刀锋将之绞杀 就这么一下 已是死了五个人 林寒 你简直丧心病狂 金锦天怒赤道 林寒只是冷笑 他有义务保护别人吗 完全没有 而且 这是秘境夺宝 大家都在争那一丝机缘 本就是竞争着的关系 他已经明确表示不会组队 你们想要沾他的光 被他拒绝 还要硬凑过来 难道他救活该被占便宜吗 他在其战神三世的第二世 雄魂的力量扫过 啪啪啪 顿时又见人影纷飞 如同天女散花 惨叫声又响了起来 这次又有三人被轰飞为骷髅兵杀死 林寒 你太过分了 插了他 众人都是红了眼睛 向着林寒杀去 其实他们不过来的话 完全可以挡得住骷髅兵的围攻 只是消耗也会很大 偏偏他们想要占便宜 结果便宜没有占到 却让自己损失惨重 林寒目光森寒 这些人让他生厌 气死宝宝了 六瓦乃生乃气地道 向着众人轰击而去 他乃是先天神体 战力自然强大 关键是他可以顿入虚空 什么攻击都是打不中他 这是让人极其无语的事情 只有碧霄公主实力最弱 他已经穿上了战甲 以提升防御免得给林寒添乱 不过 在场的诸人都是人精 立刻看到了这个弱点 拿下这女人 金锦天说道 拿下碧霄公主 就可以威胁林寒了 第3717张底牌全开 卑鄙 碧霄公主咬牙道 林寒却是神情自然 这是他们的本性 就是这么的恶劣 在原世界中他度过了以纪元纪的岁月 对于人心自然不乏深刻的了解 什么丑恶的面目他没有见过 插了就好 他一边护着碧霄公主 一边疯狂出手 天道火与毁灭能量轮换着使用 他的攻击力狂暴无双 没有一个人敢应接 场面非常混乱 现在是三方人马 林寒三人 金锦天团队和骷髅兵 三方现在皆是敌对状态 不过林寒和金锦天 他们毕竟是有智慧的 遇到危险的话 他们会先放弃彼此之间的战斗 专心对付骷髅兵 然后才会彼此针对 阵法也在发威 光注乱舞 好像在营造一个绚丽的舞台 时间不断地流逝 金锦天他们终是撑不住了 要同时面对林寒和骷髅兵的攻击 这可比单独迎击骷髅兵要危险多了 撤 撤 撤 金锦天发出号令 众人连忙退出了阵法圈 重新解好队形 阻挡骷髅兵的攻击 他们心有余悸 对林寒的战力充满了恐惧 谁能想到 一个阵师居然还能拥有这么可怕的战斗力 轰得他们这些人都是没有脾气 当然了 这也与环境有关 那么多的骷髅兵凑热闹 导致他们需要将许多战力分化了出去 待天一亮 并要图了这个人 金锦天森然说道 嗯 众人默不点头 在他们看来 林寒时事可恶 明明有真法可以抵御尸骸大军 却硬是将他们拒于外面 还害得他们死了不少人 他们是谁 哪一个不是大叫豪门的优秀传人 哪怕不是最顶尖的 那也是数一数二的 一个小小的土著也敢坑他们 这自然是绝不能忍的 等着难长的一夜终于过去 第一道阳光普照下来 顿时 所有的骷髅兵一下子失去了力量 全部轰然倒地 顿时 金锦天等人纷纷跃出 将林寒三人团团包围 你们还没有接受教训 林寒向着这些人扫了一眼 杀气洋洞 哼 这次没有地上的虾兵蟹将帮你的忙 而且 我们也不会傻到踏进阵法之中 金锦天淡淡道 在他看来 林寒的战力确实不凡 但真正的威胁还是来自他的阵法 所以 不踏进阵中的话 那林寒的战力就要消了一半 你们留在这 林寒向必消公主和六娃说道 一边大步走出了阵法 咦 金锦天等人都是一愣 什么情况 林寒居然自己走了出来 你在阵中的话 那我们还有几分忌惮 只会进行远端攻击 但你走了出来 那我们还有什么好忌惮的 真是找死 金锦天森然说道 一起上 干掉他 众人都是杀气腾腾 林寒摇摇头 一群土鸡娃狗 送你们上路 免得玷污了我的眼睛 狂妄 眼见林寒越走越近 已是远远地离开了阵法 金锦天的心中也是越来越堵定 在他看来 林寒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杀 这些人都是大喝一声 向着林寒杀去 任你在天才又如何 他们依然还有三十多人 而且不乏助击击的天才 一人出一招就能把你干趴下了 金锦天也觉得林寒这是纯粹地找死 他怎么想都是想不出来 林寒还能有什么翻盘的机会 林寒淡淡一笑 将自己的仙道基石祭出 嗯仙道基石 众人都是唯唯一愣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以为自己是助击击 可以以仙道基石进行威慑吗 太天真了 这里可是不乏助击击的强者 嗡 可怕的气势扬动 所有人都是只是脸色发白 升起了一股强烈的窒息感 动不了了 好像被天地压制 若是再往前一步 好像自己的仙道基石便要崩碎 这什么情况 难道是因为那仙道基石吗 众人都是停了下来 可不想让自己的仙道基石莫名崩碎 哪怕只是可能 不一样 还真是不一样 众人盯着林寒的仙道基石看 这纹理与他们的仙道基石都不一样 散发着超越远古的气息 好像亘古长存 怎么可能有这么恐怖的仙道基石 林寒连仙道基石都是寄了出来 自然动了全灭诸人的决心 翁混沌集雷塔也在他的头顶浮现 垂落着道道混沌器 可震苍天可压大地 这这是什么宝器 我的三星边在战斗 好像遇到了器中之地 天哪 先是有镇压之力的仙道基石 再是这恐怖的宝塔 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来头 没落之地 我配的没落之地 没落之地怎么可能孕育出这样的天才 孕生出这样的宝物 众人都是惊骇 无论是林寒的仙道基石 还是混沌集雷塔 都让他们生起无尽的恐惧 这是层次上的碾压 金景天却是横了一声 道 慌什么 我们可是有三十多人 而且 你们想想 要是可以得到这样的宝物 修出这样的仙道基石呢 众人立刻眼睛大亮 升起了无比的贪婪 混沌集雷塔 果然只能为一人所得 但林寒的仙道基石应该是修炼了某种秘法形成的 那么 只要自己修到这门秘法 那不要太牛逼啊 仙道基石一出 谁与争锋 金景天说的对 他们有三十多人 正好趁这个机会将林寒拿下 否则若是一对一的话 那还有胜算吗 如此一想 他们都是战役大声 完全被贪婪左右 林寒摇摇头 死到零头 还要动贪念 真是鱼不可及 他大步而行 星道基石和混沌集雷塔同时发威 两种可以说是至高无上的存在一起散发威势 一个镇压人 一个镇压器 双重压迫之下 哪怕陷于境界 只能发挥出助击的威压 可他们的对手也只是助击级别 所有人皆是脸色难看 大部分连一城战力都是难以凝聚 而哪怕是像金景天这样的天骄 也顶多只能发挥出三分之一的实力来 这简直要命 第3718张战力无双 至高的仙道基石 未来镇压一切的帝兵 两者一起出现 在助击境那是何等的碾压 诸人皆是身形颤颤 只觉连呼吸都是困难 如何还能还手 金景天大吼一声 向着林寒轰了过去 他是这个临时联盟的组织者 统领者 现在也肯定需要第一个站出来 不然的话 这个队伍就完蛋了 他手中只剑 脚下一点 身形破空而来 可惜的是 他被林寒的仙道基石压制 石城战力发挥不出三城来 而他手中的剑也是法器 可被帝兵压制 同样毫无威力 只能看作是气胚罢了 这样的金景天能够有什么战力 林寒迎上 双拳弩轰 砰砰砰 瞬间破开金景天的防御 十几拳齐轰在对方的身上 他看也不看金景天 又向着其他人掠去 砰砰砰 他一拳一个 全力涌过 每个人默不被阵飞而起 没有可以例外的 前一个人还没有落下来 第二人已经飞起来了 顿时 人影在天空中乱舞 这时 金景天缓缓转身 可因为这个动作 他的整个人竟是猛地解体 化成了一堆烂肉和碎骨 刚才林寒连轰十几拳 已是将他的身体打得粉碎 只是他毕竟是铸鸡鸡的天才 气息极长 这才没有力死 可一动 他就崩碎了 鱼人大惊 这可是金景天啊 是他们中的最强者 可最强者亦是落到了这般田地 谁还有勇气与林寒战斗 剩下二十来人连忙转身就跑 完全失去了勇气 但这可是古战场 谁能跑得快 空气中杀意如刀 心意就能割破皮肤 撕裂身体 秋 林寒大开杀戒 混沌气垂落 他完全无视了杀意的存在 可以将速度发挥到极致 毕竟 这个秘境也只是圣人所见 对于绝大部分人都可以完美地压制 然而混沌及雷塔 却是帝兵雏形 只是保护一个人的话 自然是绰绰有余 否则的话 真要是帝兵来了 轻轻一震 这个秘境估计就要崩塌了 一边只能发挥出 三分之一最多一半的因素 另一边却可以达到二十倍 那又有哪一个人可以挑得掉 惨叫声不绝 林寒战力全开 左拳上是天道火 右拳上是毁灭能量 这两种高层次能量他都掌握得不深 只能引动来一丝丝 可一丝丝的威力也足够可怕了 一拳下去 对手要么被焚成灰烬 要么就是被完全湮灭 没有一个需要他再补上一拳的 毕消公主看的是瞠目结舌 林寒真是一个助人鸡吗 不不不 就是助吉鸡又能强到这样的份上吗 妖孽怪物 绝是天才 任何在美之言都可以加诸于林寒头上 绝不会有一丁点的夸张 不过五六分钟 三十多人全灭 林寒这才收起了仙道基石和混沌集雷塔 开始搜刮起这些人身上的宝物 这杀都杀了 难道要浪费吗 可惜 连接器是灵魂绑定的 他拿了也只能浏览一下星际网络 而无法完成交易进行竞技场战斗等核心的要素 阿爹 你好棒 六娃赞道 林寒哈哈一笑 那是 这很嚣张 但碧霄公主却反而觉得林寒谦虚了 这样的战机捅出去的话 应该可以震动星宇的吧 你应该是铸鸡无敌了吧 他感慨地道 林寒摇摇头 没有这么夸张 我若是底牌全出的话 匹迪铸鸡鸡的四星天才应该没有问题 但要是来上一个铸鸡鸡的五星天才 又或是两个三个铸鸡鸡的四星天才 估计我也会扛不住 毕竟 无论是他还是混沌集雷塔 都还只是助人机级别阿 碧霄公主无语 这逼装得够高调 走吧 他们赶紧出发 白天若不敢露的话 那晚上便只有苦战的份 根本不可能前进 一个白天过去 天色瞬间就暗了下去 不用说 所有师还几乎同一时间站了起来 到了这里 除了普通的骷髅兵外 那些骷髅骑士也数量多了 纷纷骑在高大的骨码上 对着林寒三人一指 乌 古老的战鼓泪响 低沉的号角声扬天 所有骷髅兵都是动了起来 向着林寒三人发起了冲击 既然已经曝露了混沌及雷塔的威能 林寒索性也不再隐藏 既出浮于头顶 垂落下倒倒混沌器 而一倒倒闪电则是连连批出 啪啪啪 这雷霆之力就恐怖了 打在骷髅兵身上 直接将吱炸的粉碎 这估计明天是不可能再组合起来了 不愧是敌兵 哪怕只是雏形 这破坏力依然杠杠的 林寒三人不必有任何的防守 混沌器垂落 根本不是哪一头骷髅兵可以轰破的 按林寒的估计 现在阶段要轰破混沌及雷塔的防御 那至少也得是注击机的四星天才 这也是林寒之前会说 他底牌全出的话 可以占这样的超级高手 骷髅兵的话 再多也是废 混沌器在不断地垂落 根本不用担心会在削弱之后再被轰破 轰 轰 轰 沉重的脚步声传来 如同雷鸣 林寒看了过去 只见一头骷髅骑士正在向着他们冲击而来 古马的四体落下 发出震天动地的响声 这一人一马有多重啊 居然引出了地震般的响声 只是一瞬间而已 骷髅骑士便已经冲到了林寒三人跟前 然后挥出了手中的战毛 向着六娃刺了过去 砰 战毛刺到 用力其大 却是完全没有办法奈何得了混沌及雷塔的防御 巨大的力量反正之下 骷髅骑士反倒人仰马翻 一人一马皆是重重地摔倒在了地上 只见一颗骷髅头滚了出来 那时骷髅骑士一摔 直接把脑袋都给撞掉了 不过 那无头的身体很快就走向骷髅头 将只拿了起来 安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扑 六娃顿时大笑 因为骷髅骑士将头装反了 可人家立刻将脖子扭了180度 好了 林寒奇怪 为什么这里的尸骸大军会如此针对六娃 不过一个小娃而已 犯得着这么杀气疼疼吗 第3719章印证个猜想 虽然毫无效果 可是海大军还在一波波地冲击着 完全没有智慧生物的应变能力 这时他们本来就没有什么智慧 根本就是在一种神秘力量下才爬起来的 说是牵线木偶才更加妥当 不过 虽然安全无忧 林寒也不敢在这时前进 这挡得住了是一回事 可要顶着无数骷髅兵的冲击前进 这又是另一回事情了 休息一下 明天一早就赶路 林寒说道 一晚过去 当朝阳升起之后 三人便立刻前进 林寒发现 他的手上又没有被打上印记 之前他第一次血战一个晚上之后 被这里的不知道什么东西盖了一个章 但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 他都没有被盖上第二个章 是只需要盖一次 还是他没有凭自己的战略熬过一晚上 所以不算数呢 当这个白天快要过去时 前方也出现了一座巨大的峡谷 三人调整方向 向着峡谷口行去 但望山袍死马 直到太阳落山 他们仍是没有走到峡谷的入口处 尸骸大军又来了 林寒心念一动 将混沌及雷塔笼罩在 碧霄公主和六娃的头上 自己则是冲进了尸骸大军中 展开双拳 尽情杀戮 他要试一试 这样能不能再被盖一个章 碧霄公主健壮 只有无语的份 他能说什么好 只是林寒的战力真是变态啊 他在这样的围攻之下 根本撑不了多长时间 幸好当时他并没有深入 而且穿上了战甲 这才能够逃得出去 可看林寒 有任有余 而且 这家伙的秘力不会耗尽的吗 这都战斗多长时间了 难道这家伙想要这么战斗一个晚上吗 一点好处都没有的事情 为什么要干 漫长的一夜过去 当太阳出现的一瞬间 所有尸骸大军都是摔倒在了地上 呃 没有盖章 林寒叹了口气 看来 这印记只会敲上一次 他去问碧霄公主和六娃 但两女都没有被盖章的经历 咦 那他的判断还是有点对的 这个章只有独立战斗一晚的人才能盖上 注意是战斗 不是像六娃那样躲上一晚上 这个章 应该有什么作用吧 林寒喃喃 三人继续前进 这次只是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 他们就来到了峡谷的入口处 这个峡谷巨大 入口也是惊人 宽里足有两百里 咦 你怎么不走 碧霄公主回头向林寒看 林寒摇摇头 今天就不走了 为什么 碧霄公主不解 有个猜想要验证一下 她笑道 六娃当然不会有任何意见 碧霄公主也对林寒有了盲目的信心 居然没有问林寒想要验证什么 便听之认知了 闲着也是闲着 林寒在外面观察着这个峡谷 这个峡谷应该有着非常古老的历史 山壁斑驳 风化得十分严重 可要是认为其不堪一击的话 那就大错特错 林寒试着轰击 但一拳下去 山壁纹丝不动 她用天道火 只是烧出了一丁点的焦黑 一擦就没了 再改用毁灭能量的话 终于有了效果 山壁被削去了一丁点的皮 真的只有一丁点 林寒点点头 这也可以看出 毁灭能量应该比天道火的层次更高 这是因为林寒只是参悟出了天道火的一个符号 而毁灭能量虽然也不全 但至少是有一卷灵图的 如果全是完整版的话 林寒并不认为天道火会弱于毁灭能量 两者都应该是最最顶尖的高层次能量 太古真军被她偷去了这张灵图 估计心痛的都要低血吧 哎 真想问问她 她是从哪里搞到这张灵图的 说不定可以得到线索 得到完整的灵图 从而掌握真正的毁灭能量 以后吧 会有机会的 现在去找太古真军就是送死了 这山谷显然被古阳圣人加固过 否则的话 普通的山石又怎么抗得住住基的轰击 根本不需要用到高层次能量就能摧枯拉朽 碧枭公主带着六瓦先进峡谷去转转 不过真要遇到敌人的话 估计就是六瓦保护碧枭公主了 林寒把虚空兽皮给了碧枭公主 在这个地方 她不说无敌 那也是战力最强的那一批 不需要用虚空兽皮来隐藏自身 她就在这里盘坐 调整着状态 毕竟赶了一天的路 有秘力的消耗 她不断抽取天地之力的话 虽然慢却还是可以补充一些的 没过多久 一个团队走出了古战场 每个人都是显得十分狼狈 这连续战斗了两个晚上 能够走出来以示不意 也不能有太高的要求 毕竟 混沌及雷塔只有一个 而战师的话 估计也只有林寒这么一个 咦 林寒 那个团队看到林寒后 莫不发出惊呼 林寒现在还是相当有名的 之前被许多人邀请 风光无限 好快 她怎么已经出现在这里了 有人好奇 是啊 我们一点时间都没有浪费 这才堪堪过来 她只有一个人吗 这一个人都比我们快 太可怕了 这确实错了 只要扛得住湿海大军的冲击 一个人行动起来肯定更快 这倒是 问题是 她一个人真的扛得住湿海大军的冲击 镇师这么厉害的 众人都是震惊 这刷新了他们的三观 难道一名镇师便能抵得上他们这么多人联手吗 一名少女走了过来 向林寒问道 林兄 你是怎么闯过来的 她仗着自己是女性 而且长相甜美 可以和林寒迈更萌 林寒淡淡一笑 晚上不各阵 自然可以放心地睡觉了 靠 这逼装的 众人都是无语 这样也行 你还能睡觉 天可怜见啊 他们一个个都是战斗的双手都要断掉了 这可堪堪闯出来 相比之下 让他们如何能够不羡慕嫉妒恨 那林兄干嘛还在这里坐着 少女又问道 看似天真烂漫 林寒冲着她看了一眼 道 累了 休息休息 鬼才相信咧 你不是自己说了 晚上睡觉 那白天怎么可能累呢 第三千七百二十章在玉后庆白 人都有一种盲从的心理 众人见林寒呆在这里不走 皆以为这里有什么宝物又或是找到圣人传承的线索 莫不在峡谷外面寻找起来 可无论他们怎么努力 确实什么也没有发现 事实上 这里确实什么也没有 又过了一阵后 这个团队终是无奈离去 当夜幕降下时 碧霄公主也带着六娃回来 只见不远之处 古战场上的尸骸大军又站了起来 林寒一声长笑 杀了进去 碧霄公主半张着嘴 这就是你要验证的事情 他都无力吐槽了 如果现在林寒走出来的话 他一定会去摸摸对方的额头 是不是发高烧了 把脑子都烧糊涂了 无语 真是无语 林寒没有动用任何的外力 就是以自己的一双拳头进行激战 砰砰砰 他的战力惊天 一拳下去 掀起了至少十几骷髅兵 白骨分落如雨 漫长的一夜过去 尸骸大军在统一时间倒了下去 林寒露出了笑容 他猜得没错 因为他感觉到天地之力又给他带了一个章 这会不会与获得圣人传承有关 无数年下来 这里肯定来过许多天才 不乏精彩绝艳之辈 也许没有林寒这么妖孽 但肯定有成圣的苗子 为什么一个也没有得到圣人传承 那说明这不仅仅是天赋的问题 而是没有符合古阳圣人的选择标准 所以林寒认为光是天赋高没用 也许哪一位大帝年轻的时候竟然也是一样 还是得失望而归 这个盖章集可能是一个关键点 可以走了吧 碧霄公主没好气地道 她快要被林寒气傻了 林寒摇摇头 再等等几天 还等 碧霄公主嘴角抽搐一下 你不会说 还想晚上继续在那里战斗吧 你可真是聪明 林寒笑道 碧霄公主顿时抓狂 你是战斗狂吗 还嫌昨天打得不够 抓狂归抓狂 她也不可能放下林寒一个人走 于她而言 圣人传承似乎也不是那么重要 只要身边有这么一个人 哪怕被气得半死 却还是有甜甜蜜意 一整个白天下来 又有七个团队从古战场中走了出来 进入了峡谷 见林寒三人居然在古中发呆 他们莫不露出鄙夷之色 真是愚蠢啊 来得早不赶紧继续前进 在这呆坐着浪费时间 傻到家了 林寒只是微笑 比他们早进入此间的人 没有一千万也有几百万 为什么一个都没有成功呢 所以 时间并非是最关键的要素 早也没有用 当夜幕降临 林寒冲进了古战场 继续战斗 一晚过去 林寒又被盖了一个章 今天还是不走是吗 碧霄公主无力地道 则 你现在不只是聪慧 还会读新术了 林寒笑道 碧霄公主只是对她翻了一个白眼 完全不想说话了 这几天是通过古战场的高峰期 每个白天都有好几个 团队通过 最多的一天有17个 会这么晚 大概是之前他们想办法将分散进入此间的人会合了起来 然后才开始闯股战场 不乏团队邀请林寒加入 但皆被林寒婉言拒绝 他已经在这里战斗了四天 每战斗到第二天清晨 他的手腕上就多了一个印记 肉眼看不见 而且每一个印记都是重叠在同一个位置 都五个印记了 还不够吗 这通过股场战只需要三天的时间 就算走得慢 那四天也过了 这么一算的话 也就需要再战斗三个晚上 林寒已经打了五个晚上 却还是依然 难道他的思路不对 这个印记会如此无限地叠加下去 这个念头只是在林寒的脑海中闪过一下 便被他抛除了出去 哪怕真的如此 他也会坚持一开始的想法到底 在修炼的路上 有时候就要撞了南墙也不回头 从第五天开始 通过股战场的团队就越来越少 降到了一天两三个 到了第八天的时候 林寒遇到了一个队伍 这不稀奇 稀奇的是 队伍中有后庆白 仇人相见 分外眼红 后庆白一看到林寒 立刻露出了冷笑 道 谁给我杀了这个人 我送他五千到十 一下子就把悬赏提升了五倍 是因为他想要亲眼看到林寒死在自己面前 不过 无人接下这个任务 他们这个团队中的成员皆是大叫豪门的传人 五千到十虽然让他们心动 可他们也是要面子的人 这听人号令出手 谁也丢不起这样的份 后庆白一见 咬牙道 再加一块云烟鲜石 这下 人人都是露出了兴趣之色 云烟鲜石是二星材料 不但如此 这还是念力法器 因为念力系的材料太少 所以价值要比同阶的材料高出一大截 而且基本是有价无事 后庆白肯拿出云烟鲜石来 看来真是恨透了林寒 重赏之下 必有勇夫 念力法器的诱惑真是太大了 我来 我来 还是让我来吧 立刻有五个人争抢着出来 然后一起向着林寒出手 镇石又如何 不过是一个落后之地的土著 在了 林寒展开身形 只躲不攻 他这样的反应反倒符合众人的认知 哦 五个天才联手 难道林寒还有反击的余力 当然只能躲了 既然出手 那就快点解决 队伍中 一名白衣男子冷然说道 好 这个队伍一共有十二个人 立刻又有三人向着林寒杀了过去 而另外四人则是向着碧霄公主和六娃逼去 林寒 你再要逃的话 这一大一小两个美人就要遭殃了 大白衣男子说道 手中拎着一把剑 满脸的杀意 海哥 这美女是我看上的 后庆白连忙道 他只想林寒死 可必肖公主还没有玩到呢 要杀也得等他玩腻了 闭嘴 为了你一点屁事浪费大家宝贵的时间 满脑子还都是女人 你是种猪啊 白衣男子呵斥道 若非看后庆白出了一大笔到时加入这个队伍的份上 这时候他肯定将后庆白扔出去 明天无記 MUSIC 感谢观看